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您现在观看的是 女世界5.02 与世界温暖相拥 大型公益筹款晚会的直播现场 我是主持人朱迪 我是主持人Sophia 我是主持人Michelle 我是主持人Mandy 疫情无情 人有情 从疫情思念的开始 全世界已经深陷在种种压力之中 疾病的压力 生存的压力 这样每个人都盼望前方的光明 能快点到来 在重大的公共事件维生面前 我们抗疫不分彼此 则无旁败 那在加拿大的华人呢 也时时刻刻地关注我们这个 新冠病毒的疫情状况 并且我们加拿大的华人 也决定出贡献出一分自己的力量 今天朋友女世界 一个北美追剧影响力的女性社区平台 和所有华商会联合组织 并举办了这次北美首次线上公开的 公益筹款晚会 女世界创始人Sherry 和释迦堡约克区华商会会长余丹女士 将此次活动的所有善款 捐给宜康中心 在这里我们也请到了 宜康的Stephanie Su先生 为大家讲话 欢迎 欢迎 欢迎接一下Stephanie Su先生的电话 我们应该正在链接中 全部装作范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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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参加区华商先生 您 您 好 您有什么可以分享给大家了呢 我想跟大家讲几句话 第一就是我要深深谢谢旅世界 跟释迦堡约克区华上会 举办今天晚上的活动 也谢谢我们现在在屏幕前面 来看这个活动的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 面对疫情 我们是大家要伦手打好这一仗 保护我们的社区 保护我们的老人家 保护我们身边每一个人 是最重要 根据最新的数据来讲 安省确诊的病例 现在已经有16000多宗 新冠死亡的总数 已经超过1000年的大关 但是当中有900多人是长者 有200家常识物理中心 发发疫情 2400个住院的长者 确诊 物理员工也有1000多人养养 保护长者是我们要坚守的第一度防线 大家都知道加拿大的首席卫生官曾经表示 他说就算是全国的新冠 确诊症 确诊总数下降 但死亡的人数还会不断增加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疫情 在强诊症护理院内会持续发生 作为北美最大的强诊物理中心 尼康虽然是已经做了种种的措施 防疫不能的松懈 一看还需要社区的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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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我们现在是主要一个我觉得是风雨同舟的环境 讲解这度防线不能够失守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诚语 存亡此行 帮助别人就是等于帮助自己 请大家马上在网上捐款 我们的捐款的网址是www.ehan.com 谢谢大家 谢谢今天网上的工作人员 你们辛苦了 谢谢您 谢谢 非常感谢我们的Staython先生 在大多拥有四所长期护理中心的医康中心 虽然已经做了完备的预防措施以及应对计划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防止疫情在护理院的大规模爆发 现在呢医康非常需要的援手 预赠防护服以及抗疫删款等物资 所以我们这场晚会意义非常的重大 我们这场晚会呢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释迦堡约克区华商会会长余丹女士为大家助力 我们现在邀请余丹女士为大家讲话 好 谢谢 然后我们先由请在纯粹 我们请余丹女士为大家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希望我们华人朋友为老人多多献出自己的爱心 咱们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团结一致 为疫情做最后的一个奋战 那最后也祝大家能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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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宜战女士 我们的军事中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让我们的复杂 刚刚应用的军事的军事的网址 我们的艾文马亭店 我们的拖肩 请大家稍后 好 谢谢宜战女士 谢谢 祝大家祝福了 再见 再见 那么除此之外呢 其实我们今天还邀请了其他的一些重量级的嘉宾 在这里我先说一声 先感谢一下我们的组织者之一 我们的Sherry姐 她昨天生日 生日快乐 好 回到我们的正题上面 我们邀请到了政界 还有商界 还有企业的高管 所以在此呢 作为组织者之一 我们特别要明显的嘉宾有 加拿大的参议员 Senator胡子修先生 加拿大的国会员 MP 董虫虹先生 加拿大的国会员 Jim Eid 女士 I also want to introduce another MP here Sherma Zahid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here with us 还有我们来到这里的一个 加拿大的省议员 MPP 克文斌先生 以及密西沙家华商客的会长 温宁虹 以及多伦多的华商客会长 艾卫州 还有 MRVCBA的会长 Josby Wong 以及ACCE的会长 Haden O-Yang 还有我们非常荣幸 也请到了 Ready Capital的CEO Christy 徐女士 以及我们这个RVC皇家银行的 Vast President Rebecca Pong 还有我们也荣幸地邀请到了 Telus的中国市场部的总监 Daniel Zoe 在这里非常非常欢迎 各位嘉宾来到我们这个E-Mind的现场 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 也感谢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另外呢 在稍后我们的小住所 即将发送的这个伊康中心的网站上 还有一个专门的应对新冠病毒开设的一些措施 我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危难的时刻 能够帮助到大家 其中有一个服务 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就是他们有一个视频通话的服务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伊康中心的这个公众号 好的 谢谢大家 那么本次晚会将会历时三个小时 分为上下半场 我们此次晚会分为E-Mind和捐款两个部分 是同时进行的 E-Mind的方式为主持人 会带着30位CEO依次介绍今天的E-Mind产品 与此同时小助手会在直播间上附上连接 大家点击连接 直接购买即可 您也可以选择直接捐款给伊康 小助手会把捐款的方式 附在直播间的留言板上 有捐款印象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请注意截图和保存 按方法操作即可 是的 非常感谢今天到场的CEO 嘉宾 以及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你们的温暖和你们的善举 让我们能与世界温暖相拥 共同抗议 现在我就宣布晚会正式开始 大家不要走开哦 我们先带领第一波E-Mind 带CEO进入我们的直播间 好的 稍后见 拜拜 稍后见 拜拜 拜拜 今天我和Michelle 即将搭档组成红队 Judy和Sofia搭档组成蓝队 我们两队互相PK 看看哪一组筹到的善款更多 收到大家的爱心和善意更多 我是Mandy 我现在是Michelle 我们即将组成MMDOT组合 陪伴我们的CEO们完成今天的意外活动 没错 所以希望大家呢 多多支持我们红队 支持MMDOT组合 我们红队最棒 通过捐款 能够 应该说是 帮助我们捐款和意外的朋友们 大家都能红红火火一整年 好的 我们红队 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的第一组嘉宾了 我们正在等待他们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哇 第一组嘉宾真的是太厉害了 怎么着厉害了啥呀 我们这组嘉宾啊 简直就是丽与美的完美结合 第一位要向大家介绍的呢 是我们加拿大KC羽毛球俱乐部的CEO 曾杨女士 据我所知呢 这家羽毛球俱乐部 曾经培养出了 加拿大全国总决赛 双打冠军 以及四次 泛美运动会羽毛球比赛的冠军 哇 真的太厉害了 我去打球会 将一战冠军的光啊 我觉得我们会被碾压 对 我们是被按在地上摩擦的那种 然后呢 这次增扬意外的产品呢 是2020 Summer Camp 一周 全部四个location 周一到周五的 免费打球的机会 哪四个location呢 有Markham Kitchener Waterloo Richmond Hill 还有Aurora New Market Campus 一共呢 是有两种课程可以选择 每一个课程都是五个小时 第一个课程呢是羽毛球 五个小时的羽毛球 第二个课程是三个小时的羽毛球 以及两个小时的艺术课程 这次异卖的价格呀 真的是太便宜了 你们猜猜 这个是值多少钱 我觉得这得上千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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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天真了 这次异卖的价格 仅仅为275加币 那我看见曾阳 已经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 我们就有请曾阳 用一到两分钟来介绍一下 自己的异卖产品吧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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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Case的校长 曾阳 很高兴在直播间 见到大家 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款 意卖的产品 我们大的演艺 已经做了十年了 然后呢 每一期的 因为我们有四个location 然后我们每一周呢 都大概有两三百个小孩 华人或是非华裔的小孩 都在我们这里 这等于说很popular了 也是属于少儿的summer time中间 比较聪明的 然后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夏林的 我这次我们一卖的呢 是beginner recreational的 就是说 是属于 你没有基础也没关系 任何人都可以参加 只要你热爱运动 或是希望自己 变成一个热爱运动的人 你都可以来参加 我们的教练呢 有带全国的冠军 然后带奥运选手的教练 他们呢 然后呢 然后呢 要是我也去参加 我要买这个产品 快放我出去 好的好的好的 我们的CEO增揚的这个模式 就是 铁养出来 我有看过 就是那个非常厉害的 分美运动会的冠军 以及 以及这次2020年 东京奥运会的种子选手 如果没有取消的话 对所以 今年年期了 幸亏没有取消2021年 然后呢 应该加大这次 男单 就是我们的Nio Yakura 叫Partner 应该是80%已经入了 但是这个东西 到最后一秒钟 都可能有 有有变化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 好我们话说回来 这个tamp 这个tamp呢 就是说 任何想要 从5岁开始吧 5到6岁到18岁青少年 任何想要运动的 想要学一技之成的 想要去爱上运动的 都可以来参加这个summer camp 然后我们的教练呢 会在里面找协调能力 特别好的小孩 把他培养成为未来的冠军 所以我们就是冠军的 瑶南的summer camp 真的是冠军的瑶南 非常非常厉害 非常非常感谢我们 冠军的瑶南 加拿大KC羽毛球专业俱乐部 以及我们的CEO曾阳 刚刚说到了 我们这一组嘉宾呢 是利与美的完美结合 如果说羽毛球代表了 力量和速度 那么我们下一位嘉宾 就代表了幸福和美好 是的 没错 我们下面的这一位嘉宾呢 是Floor Wedding Event的 CEO Aaron Zhang 让我们欢迎Aaron 我已经看到了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花 放在桌子上 那么Aaron今天为我们带来的 意卖产品呢 就是一个桌花centerpiece 意卖价格仅售288 这个数字也非常的急 因为我发现 希望买家呢 能够在GTA地区 可以松火上门 然后Aaron 还为大家挑选了 颜色特别明亮的 而且造型又逼真的 这个叫做 这个不叫假发 这个叫做仿真花是吧 然后经过专业的花艺师 把它插成非常精美的centerpiece 可以放在家中 作为非常好看的装饰 也希望我们的Aaron 也希望能够为大家 在疫情期间宅生活 带来一些温暖和一些明亮 哈喽大家好 我是Fler的Aaron Fler的这个主营业务 其实是婚礼策划和装饰布置 那大家都知道呢 婚礼上有很多漂亮的鲜花 那这些花呢 都没有办法被长久的保存下来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就用了这种很高质量的策划 做出呢 不仅可以被长期保存 还可以作为这个 一个家中装饰的这样的一个花艺 那因为这一次是直播的关系 视频中看到花的颜色 好像有点不太对啊 请参考我们的这个照片 那大多数人家里的装修风格呢 都是黑白灰宗 这样相对比较百搭 就中性的颜色 那我们在这个花艺的设计上呢 则选用了这个黄色和红色 为主色 那这样的壮色呢 不仅可以为您的家里 带来更多爱开心的元素 还可以增加这个温暖和热情的感觉 为了卖货 我今天连衣服的配色 都是黄和红 真的是好配啊 和后面那个花的颜色 对啊 然后设计的细节上呢 我们不仅融入了花 还有很多的这种小果实 希望呢 您的家里可以枝繁叶茂 果实累累 更加的富贵 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要问你啊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这个仿真花 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小的 可能就只有小玫瑰花 那么大小 我看到这个 centerpiece的花 都是比较大的 那仿真花也是可以定制的吗 是的 我们的仿真花都是可以定制的 我们会根据您的需求 比如说您想要什么颜色 什么风格的 您是喜欢温馨的 还是性能干的 是现代时尚的 还是小清新的 当然还有形状啊 大小啊 这些都是可以定制的 好的 那么我们的CEO曾阳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啊 就是说 你的营毛球俱乐部 培养出来了这么多优秀的选手 我就想问一下 如何从小培养 才能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 女王球选手 首先呢 我觉得就是说 这是我先生 因为我介绍一下 KC呢 就stand for Kevin Cal 就是我先生的名字 他叫潮城 他也是前中国国家队队员 也是两届的世界 新年准标下的世界冠军 然后呢 我就问过他 因为我是一个竞技运动的小孩 我就是一个做商业的 然后我就说 那我们怎么样 就可以选出冠军呢 就跟Mandy问我话一样 她说 其实家大小孩的素质都很好 因为吃喝的牛奶比较好 Botter比较好 所以他们都又高又壮 然后这边学习也没有那么压迫 所以小孩的大部分的体能都是很好的 但是呢 有两件事情这样 就有时候会忽略 特别是华裔的家长 就是一个timing 因为华裔的家长喜欢在小时候去沙网 小孩什么都学 游泳啦 跆拳道啦 基建啦 羽毛球啦 足球啦 还有画画啦 方琴啦 反正就实际上 我都要选好 然后每天小孩都忙 然后再去选择 我的小孩喜欢什么 从而往前走 但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因为现在私立学校 他们或是很有名的大学 都是要看你在哪个竞技运动 或是竞技钢琴中 你参与过什么 得过什么 而不是说你有多少一档 这个时候呢 关注培养这一项 对 下个两项 他们可以一文一文 其实说 因为这边小孩真的时间 三点钟 两点半到三点钟下课了 他们真的没事做 其实我觉得两到三项 他们可以handle量 然后家长并不要觉得十岁 哎呀我可以十岁还很小呀 那我十岁我再去选择任何一个运动 这个时候呢 您真的晚了 以现在的竞争来说 以外加大来说 这几个北美吧 包括美国 我觉得呢 差不多小孩五到六岁 要开始尝试 再起 好的 我特意 一定要提早锻炼 培养我们的孩子们的竞争 对没错 而且我突然想到啊 当小孩去 去我们的KC俱乐部 打羽毛球的时候 家长就可以去找Iron 去学习学习 这个插花 因为我就听说 好像 Fler的这个 是一个新产品 我们贩卖的是个新产品 对吧 对对 Fler原来一直做 策划和设计的服务 没有产品 那大家都是我们装饰的美 现场的花也美 那我们就干脆就出了 这个定制的讽真花业务 让Fler美 不仅局限于婚礼 而且还可以延伸到你的家里去 所以这个后面这台 就是我们要今天意卖的 Centerpiece的插花吗 是的 哇塞 没事 你先hold住 我去拍一下 我先走 我在观察 我在观察 他们的这个家 后面的背景都非常的有品味 是的 Logo 好的 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感谢我们 KC一毛球俱乐部的CEO 曾阳 以及我们Fler Wedding 和Events的CEO Aaron Zhang的道场支持 这些的小伙伴们 我要提示你们 快快点击链接参与一卖哦 要不然一卖产品 就真的会被抢走了 对的 而且大家还要记住一点 就是我们是红队 我们是AMAMGO组合 我们正在和蓝队进行一卖的PK 所以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红队 一定要赶紧下单哦 然后 这里插播一下就是 我们已经有产品被拍了哦 你们要快一点哦 然后他有提示我说 曾阳的和Aaron Zhang的拍品 意卖产品就都被拍走了 真的吗 我认识一点点 对啊 太难过了 怎么能这样子队伍啊 谢谢 太急了 那好了 那我感谢两位CEO 那我们马上要求我们的下一组进场啦 好欢迎我们下一组嘉宾进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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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组嘉宾呢 可以称之为品质生活组 我们到场的CEO呢 有Soul Golf Academy的CEO Sophia Lee 以及我们木木索木锦生活的CEO前林 我们正在等待他们上线 说到高尔夫 你有打过吗 Michelle 你说高尔夫吗 高尔夫就下场打过一些 但是我第一次见到模拟器 其实在Sophia的Soul Golf Academy 当时就觉得哇 好新鲜啊 哇 我们看见我们两位CEO已经上线了 我们让他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 大家好 哈喽 大家好 好的 我们第一位CEO呢 提供的E-Mail产品是 Go Golf Soul Golf Training Package 包括高尔夫团体课程 每人275刀 包括专业指导5小时 球杆 以及打位费 以及高尔夫专业训练设备 一年使用权 价格339刀 E-Mail价格呢 一共是614块钱 614刀 听起来真的好心动啊 这么说来 这个Soul Golf Academy的E-Mail产品 正正好好适合我这样的小白啊 是吧 我们的Sophia 哈喽 大家好 我是Soul Golf Academy Sophia Golf学院的Sophia教练 那我们提供的这个产品 是比较适合初学者 当然有基础的学生来学的话呢 我们那个训练设备也是可以用的 我们的学院呢 是同学们学球 练球 交流和聚会的地方 那学院培训课程 也涵盖了各个年龄段 从零基础到比赛级别的 专辑教学内容 我们都有 那学院还有专业认证的这个教练团队 以及顶级的训练设备 另外我们每年还有很多的赛事活动 有很多机会可以等大家来 让学院们从这里收获这个 潇洒的灰干和成功的喜悦吧 是的 是的 我曾经有去过 亲自拜访过我们 Soul Golf Academy的专业的训练场地 哇塞 就是进了门之后 从这边跑到那边 可能都要用个四五分钟的时间 真的是好大呀 而且还有特别多 那个仿真的高尔托的灰干器械之类的 特别特别的棒 如果不是我是主持人 我一定要冲到直播间里去下单 谢谢 你赶紧冲 交给你了 直播间里的小伙伴 不要忘了快点 你等一下 你先不要做 行 我们品质生活 那肯定 说到品质生活 肯定还不能缺少 有品质的生活百货了 我看见我们的钱林 现在是在店里吗 对 我现在是在Roomso的店里 跟大家做直播 好多百货呀 那我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品质生活组 第二位CEO就是来自木木色的木槿生活的钱林女士 她提供的意外产品是一个绿灰色的声控蓝牙不易音响 然后这个大小是18乘18乘以4.9厘米 18乘18应该是差不多这么大 可以跟我的脸对比一下 我的脸还要大 对非常薄 变斜的 对 我发现后面好像还有个小支架是吗 对 它可以站立起来这样 非常非常的有趣 然后我们的CEO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大礼包 就是女性专用运动的4件套 有跳绳 雅铃 拉力器和握力器 这个很好 对 我觉得这条很好 我们的搜告 这个比较 我们互相夸赞 对 对 非常丰富的疫情大礼包 我们的这个总价值是100块钱是吧 对 只要100块 好划算呀 而且我在这里直播间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100块钱的同时可以兑换同等价值的很多的白货 就大家可以看到 对 所有的商品 好多好多 就包括但是不仅限于清洁美容 手机数码 日常家居 家访配饰 文具用品 以及儿童用品等等 对的 那钱林 你介绍一下自己 再介绍一下你的店在哪里好吗 对的 我叫钱林 是Musa木槿生活爱神的总代理 然后我们现在的第一家旗舰店 我现在是在North Self Center 然后Musa木槿生活是一个专注年轻时尚的生活百货品牌 我们希望包括这次选的这两款产品 是希望在疫情一脉当中传递这个木槿化 坚韧永恒美丽的这种精神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在疫情一期间 积极向上做一些运动 或者也可以乐享生活 那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应该可以看到 在这个讨论区我们的产品的图片上 这个是我们的原创的卡通IP家族Musa Family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新银独特 萌趣可爱的形象 与周边产品 传递我们Musa轻松趣味快乐的这个价值主张 帮助大家缓解在日常生活中的压力 享受一个精致的新生活 好的 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location也非常的方便 North Self Center 我坐地铁直接就上去了 然后我想问一下我们的Sophia 就是说疫情 我们宅在家期间我可不可以进行高尔夫运动呢 对我们现在有高尔夫的叫空中高尔夫的网课 那大家可以对于不管是小白 还是已经有基础的同学都可以加进来 我们也有直播 每个星期都有直播 从高尔夫的规则里 到挥干技巧 到怎么样去下场打十八栋 我们都会有很好的讲解 哇塞太棒了 那如果说是五个小时的这个 意卖产品提供的指导 那我能从一个小白打到什么程度呢 对我们就可以带你去下场了 哦真的吗 快带我去 快带我放飞自我 那两位都可以联合一下 互相搭配就可以组成一个疫情非常大的大笔包 然后让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去过品质的生活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去问一下 我们木木索的CEO 就是你们有什么明星产品吗 现在的话因为疫情大家无法出门 你们有没有比如说online store之类的 对我们现在木木索就是因为疫情开通了 木木索.ca线上的商城 大家可以通过购买 然后直接邮寄到家里 然后我们现在推出疫情期间满五十 就免邮费的这样的活动 真的太棒了 我觉得可以这样搭配起来的平均生活 先去那个Sofia的空中高尔夫课堂去灰杆消杂一下 对的 对的 你发现的年龄 你发现我们的公司名字里面都有SO这个单词 对对就是极致的生活 SOGOLF 木木索 对对 然后你们打高尔夫现在夏天马上也要来了 跟大家推荐我们的冰秀 然后我们还有各种晒后的修复 芦荟椒青瓜的这些椒 对 这个我买了 这个是我从你那买 我已经在用 是我们是互相比赎的客户 我也是搜导这个Sofia老师的学生 不管是网课还是一组之前 我都是Sofia老师的学生 对但我还没有下过场 对非常遗憾 所以非常非常的有缘分 对对对 对对对 我们可以先一千七千 先在空中高尔夫课堂试一下 然后等疫情过去了 我们再下场 太棒了 是的 下场之前需要学习很多的理论知识 是的 为了美好的品质 我们怎能不买 好的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 就感谢我们SOGOLF ACADEME的Sofia 以及我们木木索木井生活的前邻 到场支持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速速点击我们的链接 参与买卖哦 要不然买卖产品就真的抢美了 我们直播间已经这么火爆了 四个人都抢 抢两份都抢不过呢 对对对的 在这里再提醒一下 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 大家可以点击连接去查看 我们两位CEO的产品 而且我们是红队 我们正在跟蓝队PK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 多多下单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请 哎好可爱的一个锅 等我去买一个这个锅 那我们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所以呢我们要先请两位CEO 到我们后面去休息一下好吗 好谢谢大家 拜拜 然后我们要邀请我们的第一组重磅的嘉宾入场 首先第一位我们的重磅嘉宾呢 是我们的胡子修先生 同时也是我们加拿大国会的参议员 我们看见我们的胡子修先生正在登录中 我们我们稍微等一下 他正在登录中 好的好的 我们这个嘉宾真的是太重磅了 重磅之中的重磅呀 我真是很期待我们的胡子修先生上线 我们看见他已经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 对我看到他正在进来的路上 是的 正在披星带月赶来我们小俄同直播间的路上 快跑啊我要来啊 是的 我们后面好像还有我们这一次的晚会 还有很多商界和正在的朋友我听说 所以在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CEO 以及重磅嘉宾在等着我们 是的 我们一共有12位重磅嘉宾 以及30位我们的美女CEO 来带来他们的产品 我们现在刚刚走过了4位美女CEO 是吧 还有接下来的26位 所以大家一定要 把你的眼睛紧紧的锁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 千万不要走开 对 而且曼迪又没有发现我们的CEO真的特别的有爱心 他们所有的这些义卖和捐款的产品啊 其实要比他们实际便宜很多很多 是啊 就是我知道索菲亚的高尔素俱乐部 其实平时的费用应该是不低的 因为他们很有品质嘛 品质生活组 但是他们能提 能拿出来就是5个小时的义卖时间 而且还有一年的设备使用费 一共才不到一共才600多刀 实在是太划算了 非常非常感谢我们CEO的爱心 对对对 不仅是苏菲 我看到钱林女士刚刚拿的那一套产品 100块钱 好的好的 然后我们还是在等待我们的嘉宾入场中 我看到了我们的嘉宾已经在进来了 我们看见我们现在是第二位嘉宾已经入场了 我们的董涵棚会议员 我们的董涵棚先生 哇塞真的太帅了 您又变帅了 又变帅比上次还要帅 您能听见我吗 今天我们是什么节目啊 我们今天是非常不饶 我们今天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我们是要意买 嗨Michelle 嗨 好久没有见到你了 好想念你 是的 不要怀念就可以 董先生跟我们直播间的观众们 说一说 讲一讲话吧 好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今天在这个平台上和大家见面 这段时间大家相信都是在家里工作 尽量不要出门 直到外面天气非常好 感谢大家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 首先我要谢谢我们所有战斗在第一线的抗议人士们 不单单是我们今天所要支持的 宜康老人院还有我们的医护工作者们 超市所有供应链里面必须的那些服务行业的 战斗在第一线的英雄呢 我要在这个平台上感谢他们 第二呢我们这次看到非常不幸啊 绝大部分很大一部分的受害群体应该说是都是我们的老人家 我们华人对尊老这方面呢是最有心得的 也是我们文化华人文化主持人部分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地方 那在非常痛心看到那么多老人家被疫情的影响 所以呢今后总理省长包括市长都说了在三级政府的范畴下面 我们将会做出更多的努力来保护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最弱势的这个群体 今天呢感谢女世界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好的一个平台 我知道有很多义工花了很多时间 希望大家慷慨解囊支持女世界支持我们尼康老人院 是的感谢我们的董先生非常感谢您的到来 同时也感谢观众直播间里的观众朋友们支持我们CEO的一脉 以及点击链接参与我们尼康公信的推款活动 非常感谢董先生谢谢您 谢谢拜拜 非常感谢 好那么曼琳我们的我们的另一位嘉宾也已经上线了 好的好的那我们欢迎我们下一位嘉宾 我们下一位嘉宾是我们的胡子修先生 胡子修先生正在正在进入直播间 我有看见 对我也看到了 看到了 我们一会是还有另外一位重磅嘉宾 我们还有一位重磅嘉宾是密西沙家华商会会长 我们的曼妮方女士 我本来还想卖个关子呢 你直接就会说出来了 不好意思我把包袱甩得太快了 我刚才有看到后台给我发的消息啊 我们刚才木木索的那个宅家大米包已经被卖出去了 哇塞真的太快了 我还想下了波之后我要去费呢 真棒真棒真棒 真的是我就发现我们的观众朋友手也太快了吧 我完全不给我任何的机会啊 真的是哎呀 太遗憾了我还要去买这张 你可以去木木索里面自己买 因为这一次我们还是主要为捐爱心去做这所有的 如果大家对木木索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木木索到CAA进行线上的购买 是的我还要提醒直播间的朋友们一定要赶紧下手 赶紧去拍赶紧去买 要不然真的这一分钟有下一分钟就真的没有了 对 我们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 我看到他们也是越来越多 是的是的 好的然后呢 我看一下我们直播间里面有什么有留言哈 给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小伙伴们都发送了什么留言 我看到我看到有人说哇好帅 好的好的行 那么我们我们的Winnie方和我们的胡子修参议员 哦我看见我们的Winnie已经上线了 我们来欢迎一下Winnie 嗨Winnie 我还是叫红队必胜 哦我看到Winnie已经上线了 嗨Winnie 你好 嗨 能听到能听到 嗨欢迎Winnie 谢谢 好的你有什么需要跟我们女世界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讲的吗 好非常感谢我们斯嘉宝华商会 还有女世界那么多的优秀的女士 为我们这一次抗议举办的这个活动 非常有意思 在这里呢预祝大家这个活动呢举办成功 我们我呢也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能参与 希望大家呢用这个机会 这个平台有能出一份礼 就是捐款或者是在网上买东西 我看了很多很想买的东西 可是呢很多都已经卖出了是吧 对对恭喜恭喜 那希望我们举办的成功 因为呢前线的工作人员呢 是非常值得我们敬佩的 尤其是我自己有老人家在老人院 他们那个前线人员非常要有爱心 有耐心尤其是在就是在语言不通的地方 我们华人的那个护理院呢 那些前线人员是应该支持的 希望大家支持这个活动 也希望你们举办成功 谢谢 谢谢Winnie 谢谢 除了我们30位美女CEO带来的义卖产品呢 我们还有一个捐款链接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抗老人院 捐献爱心 因为他们也非常需要我们的爱心 和我们的抗议善款 抗议物资 非常感谢大家 也感谢Winnie的到来 谢谢Winnie的到来 我们的蓝队组合啊 跟我们说要碾压我们 你对这事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他们是在做梦 我觉得天还没黑啊 怎么开始做梦了呢 然后那个朱迪 你有没有听说他在现在跟我们说什么 他说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输过 在PK上面从来没有输过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尝尝 让他尝尝 此生从未有过之大败计 当然了我们 我们碾压朱迪和Sophia 有赖于观众朋友们的购买 以及支持 对对对 看一下我们的 我们的蓝队是不是怕了我们了 我们来的绝对怕了 你看他们都不敢上线了 有没有 不知道他们躲在哪个伊安的角落去了 有没有 朱迪和Sophia已经不敢上线了 我觉得整场都是我们的了 完全都是我们红队的天下了 我们的红队真的是会红了 已经 蓝队已经不战而败了 好的好的 我们来看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有什么留言吧 有的小伙伴说 给女世界加油 给上款的筹备加油 还有还有裤子同学 她有提到 说红队的小姐姐们冲呀 感谢裤子同学 我来了 你来了 我来了 好的 那我们就把主持人帮交给你们了 那就是幸福们 给你一个机会 你不是要放话 我们来PK看看 我们先撤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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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Oh my god I can't believe it 刚刚也不知道红队为什么在大放决词 说要碾压我们蓝队 反正不管了 我们要切入主题 那么接下来呢 朱棣和我 我们在这一组迎来了 我们蓝队的嘉宾 是这一组叫 人生蜕变组 那么由我呢 先来介绍一下 我带来的第一位嘉宾 我接下来所有的状态 可能都会是这样的 因为我的老板说了 我要变成多伦多李佳琪 如果做不到这件事情 那今天晚上我就没有机会 给你家 好 那现在由我来介绍一下 我们人生蜕变组的第一位嘉宾 君宏 君宏呢 是我们小红书的这个 北美人气top one的 我就是你们平时说的网红 就我现在和网红就这么近的距离 欢迎是从来到我们的这个 君宏 很开心 君宏 漂亮好漂亮 好开心 很开心 很开心今天可以参加这一场 衣卖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希望我们顺利可以把我们的这一组产品拍出去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 谢谢 好君宏 那今天为几次衣卖 你带来的是什么产品呢 我带来的是一个家庭的护肤套装 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小朋友都可以用到它 而且我们今年这一组产品的价格 只要128光是这两瓶面霜就已经超过了这个价格的 所以是非常超值的一组产品 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爸爸通常被忽略 但是这一组里面我们很贴心的有两个爸爸用的产品 就是男生的洁面 桌裏还有一个给他们是叫做刮胡子用的桌裏 非常非常的好用 而且不会堵塞他的毛 就是刀片的那一个 他会刮的时候就跑掉了 不会把那个刀片粘起来 然后我们还有为小朋友准备的一个bubble bud 就是现在疫情嘛 大家都在家里 小朋友可以用这个很可爱的泡泡来泡澡 而且它是完全天然的 不会让小朋友的肌肤受到任何伤害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洗手液 就是大家可以在沙尖的同时呢 保持一个健康的手部皮肤 不会让我们洗太多手洗到手都裂掉 顿时老实碎OK 我们还是要美美的 然后我们还带来两瓶的面霜 这两瓶面霜是刚刚获奖的面霜 都是我们多伦多不能说是多伦多 是加拿大本地的一个产品 他们的品牌 然后其中一瓶呢可以叫做 加拿大版本的海岸之谜 如果你们用过的话或者听说过的话 可以去尝试它 在抗老像和我一样做小仙女的 就一定要拥有它了 还有一瓶呢就是敏感激用的 不管你是泛红啊红学丝 还是长痘痘 所有的皮肤问题 它一瓶都可以帮到你 而且家里的小朋友也可以放心用 因为它们全部都是天然的成分 非常非常的安全 军红我打断一下 我问一问题就是 我觉得这个咱们今天的这个 家庭化妆组合特别特别的棒 而且价值也非常优惠 是128加元 我想自己有敏感肌肤的朋友们 问一下它用什么利用吗 他们非常适合用这一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敏感肌 是由于我们用的产品里面 有太多的化学成分造成的皮肤 有很大的负担 才变成敏感激的 其实你会发现 你随着产品用的越来越多 反而越来越敏感了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一组产品 它分别来自两个品牌 都是我们local的品牌 而且它们全部都是天然的产品 甚至有一些 它们是认证有机的成分 可以溯源到农场 就是说它们用的每一种成分 都可以找到是哪个农场出来的 非常非常的安全 真的是太棒了 Sophie有没有想冲到直播间去购买的欲望 有 我已经在check了 我想看看直播间的小肚子 有没有把图片发出来 我就在想有没有观众掀我一步下手 对 我也觉得这组装超级的值得 然后如果大家就是想要抢购的话 一定要点击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链接 要买买买 买它买它就买它 对 因为我是众潮小天后 所以我推荐的一定不会错 对 不愧是Top1的这个小红书的博主 我已经follow你了 我也是follow的 我也是你的粉丝 那我现在有进来一位嘉宾 对 接下来由我来介绍我们高版留学移民的CEO Rona 嗨 Rona 你好 嗨 欢迎来看到的大家好 你好 现在COVID-19 很多学生都因为签证 然后留学移民都有一些问题 我觉得今天Rona给我们带来的产品真的是超级的值 然后可以解决我们很多留学生也好 然后已经参加工作人也好 只要你们有签证服务的需求 你们都可以找Rona Rona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今天带来的这个超级的package有哪些内容吗 好的 没问题 Hello 大家好 我叫Rona Rona王 我是高版移民留学法律事务所的CEO集创指援 那我们高版社团呢 实际上是为大家提供 规划留学执行工作签证等等的做一站式的服务 那我今天为了给大家的一个意外呢 准备了一个1000加币的一个带金券 可以对我们的公司可以用所有的服务 比如说现在疫情当头呢 大家很多的时候都有一些 我们能用到我们公司服务的一些 这个方面 比如说有的人的父母 可能是滞留在加拿大需要去做时间 或者是说昨天刚刚好 一亿的小朋友们正好是抽分了 可能是需要去做一个移民的申请 或者是说有的同学们要续签等等等等 那么我的这个1000块钱的带金券呢 可以使用我们公司任何的 不管是移民或者留学或者签证或者移民的 所有的所有的问题 哇真的是超级的值 然后呢我听说你还带来了另外一款产品 是一瓶酒是吗 是的我们是一个这个打包的礼包吧 那我想说大家疫情都在家里面 难免有些苦闷 那么给大家混上一瓶精美的洋酒呢 希望大家在宅在家的时候 能和自己的love1去享受一下 一个美丽的夏天的夜晚 而且真的是超级的 好的欢迎就是谢谢感谢我们的君宏 还有我们的Rona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下一集的嘉宾 好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再见 再见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的胡子修 可以接到吗 看到 看 看得到我吗 看不到你 但是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胡子修先生你好 好 看得到吗 现在可以看到了 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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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荣幸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然后我们这次活动呢 是为这个宜康的中心做 因为疫情期间吧 我们为这个长者服务 要做一个线上的义卖筹款活动 然后很荣幸的请到您 有什么的要跟我们的嘉宾 以及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要分享的吗 就我们很期待 好 好谢谢 大家好 我 你好 我是加拿大加拿大联邦参议员胡子修 Senator O 今天呢很荣幸也很高兴 能够有机会参加这个大型的COVID-19抗议活动 然后大型的线上公益筹款晚会 我看了一下晚会的主题是宜康联手你世界与世界温暖相容 晚会所筹到的全部款项将建给宜康基金会的四个宜康中心用来抗议用处 这非常有意义 这非常有意义 更有意义的是我听说今天晚上有三十多位的你企业家们参加 这非常的可贵 我代表加拿大联邦参议院呢 感谢王一佳医生 Steven Hsu 还有你世界的负责人 释迦堡 约克区华商会负责人组织这一场活动 我们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共同抗议 今天呢我要重点的说一下 这一次加拿大抗计COVID-19的疫情中呢 华人社区特别是华人社团 华人的企业家们所做出的 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得知加拿大医疗机构PPE短切的时候 大家以前出钱有力出力 兼之兼入 向华联会福建社团 江苏国际商会 上海商会 贵州商会 还有我们当然所有的华商会 还有一些像企业家 像星域玻璃 上海企业家 四川企业家们 从疫情爆发到现在 经我监款给医院的老人院的口罩 就有十几万件 监款了数十万元 下周还有一位 还有一位企业家 也将给医院签证十万元 这些上级令人感动 同时也得到了主流社会的认可和称赞 像我参议院的同事们 富特省长 多伦多 万锦 密西萨加斯 欧比尔的市长 在很多的官方场合上面 都极力赞扬了华人的奉献精神 也证明了华人社区是加拿大社会的重要一个组成部分 今天晚上呢 疫情的发展 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对我们亚裔的无端指责和歧视 多元文化是加拿大重要的价值体系 我们间接不能容忍这些言论和行为 疫情的发展不是在哪个国家能够预测到的 同时呢 疫情的战胜疫情同样需要世界各国的努力 和大家互相的帮助 所以呢 我间接希望大家都能够尽量的参与 我们华裔华人华侨必须要发生 在任何事情对我们有任何的不公平 在疫情方面引起的 最后呢 我祝愿今天晚上的筹管成功举行 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 也可以找我 有什么事要帮忙 谢谢大家 那我希望今天晚上能为医康中心筹到更多的上款 好 谢谢我们的胡子修议员 接下来呢 尤其我们的胡子修议员去我们的 waiting room 里面休息 然后我们将切入接下来我们两位的 CEO 啊 刚说的我简直太感动了 真的 在这样的一个危难时刻 作为全人类人民共同体 我觉得尤其是作为我们的 community 作为一个自己的力量 为自己的群体发生真的是太重要了 再次想感谢一下胡子修先生 提到的这个带头作用和我们 对我们这次活动作出的贡献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要连接下一组嘉宾 下一组我们蓝队的嘉宾 哈喽 Emily 哈喽 哈喽主听 可以来看您的摄像头吗 啊 我们下一组是前能宝贝和幸福妈咪组啊 我们 哈喽这两位 哦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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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听听吗 哈喽 可以可以 非常非常欢迎两位 CEO 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来到我们的这个衣卖活动现场 那么先要由我来介绍一下这个 我们教养兰多产后恢复中心的 Emily 然后我的 partner Julie 呢将会介绍另外一位 CEO 好 Emily 欢迎你 哈喽 哈喽 谢谢谢谢 Sophia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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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是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这一组的就是嘉宾 CEO 当中给我们这次的 义卖活动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可以观众我们介绍一下吗 嗯好的 大家好 我是Emily 我是Sunwood in Canada 加尔兰多的创始人 那我们加尔兰多呢 是加拿大第一家主要针对女性孕前和产后 提供健康条理服务的连锁品牌机构 那我们将传统的中文理论和现在医学知识相结合 搭配了手法产品和仪器 为产后妈妈们提供一对一的这个咨询和前面的调理 然后私人定制你的产后蜕变 然后实现由内而外的年轻 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呢是一个针对我们所有女性的女性健康保养套餐 价值对这样一个package价值是1680 那那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加兰多其实目前是中国最大的产后恢复机构 对它也是首家和在中国与医院成立产后康复科室的这样一个品牌 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不论是产品也好还是仪器也好 都是由我们自主研发和具有专利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针对今天的谢谢 那针对今天的这个义卖呢我们这个女性调理套餐呢 我们包括了三款项目 那第一款呢是我们的这个女性内分泌调理 然后还有第二款呢 第二款呢是我们的这个子宫卵巢保养 然后第三款呢是我们的这个私密抗衰 对 真的是超值赶紧的 我觉得现在现场的很多的女性朋友都已经透不及待的想要购买了 就是说点击屏幕下方我们的链接 我们的这个产品 好的 来呢谢谢阿姆里 接下来呢由我来介绍我们是个臭子的 稍微打断一下我的发明朱迪啊 是因为刚刚刚刚咱们说了这个产品的价格嘛 然后我就再补充一点就好 就是因为是一卖活动 所以我们CEO阿姆里呢就决定就是把这个价钱降到1280加元 那我们的这个小助手已经把图片发到了直播间里了 然后这个信息很重要 喜欢的赶紧下单 赶紧下单 赶紧下单 谢谢阿姆里 接下来呢由我来介绍Secret Child的Ren Ren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然后呢你今天真的是非常高兴 啊我我觉得我听说你今天也带了一个超值的大礼包是吗 啊是的 嗯好的 谢谢主持人 嗯 啊我先来介绍一下吧 嗯 好的 嗯大家好我是Ren 我是Secret Child的CEO 那么很高兴呢今天能和30 呃30位女性CEO一起在这里呢 呃来意买我们的教育 来意买我们的产品 能够帮到我们所需要帮到的人 那么呃 Cepret Child呢是一个主要做儿童潜能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学校 它涉及到的年龄呢有0到4岁的婴幼儿 到16岁的儿童青少年以及父母和成人群体呃那代表来说呢我们主要就是为了潜能挖掘多元智能和MentSorrey的呃哲学的教育理论开设了一个五大教育板块 那么我给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嗯 首先呢是我们的第一板块浅课程 它包含了孩子成长中呃所需要的八大呃多元智能领域的课程基本上都已经包含了 第二大板块呢是我们的Camp 有东陵营夏陵营春陵呃等等 那么我们的夏陵呢也是呃 颇收好评的呃每年都非常有有品质和有特色 如果今年嗯Camp能开的话欢迎大家过来 那么第三个板块是我们的托管 在平日托和周末托呃呃家长需要的时候都可以把你的孩子安心的送过来 那么第四个板块是我们的课后补习 那么可以帮到孩子在课后的时间呢在文化课上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啊 最后一个板块是我们的亲戚支援部 包括了亲戚课程啊还有家长课程 那么下个月我们还会开很多的亲戚课也欢迎大家过来 那么呃呃刚才说到潜能潜能这一板块呢 我们有我们的音乐中心有很多的音乐课程和乐器 呃还有舞蹈中心的各个舞蹈种类都可以帮孩子学到 艺术中心可以帮助到孩子提升各个艺术领域的能力 那么SAM中心呢有很多的呃就是双词呢 还有电脑编程啊等等这些课程非常的有意思 那么语言中心呢可以帮到孩子在语言方面的提升和沟通能力的一个提升 有公共演讲等等 那么还有棋类棋类中心我们的那个围棋和那个国际象棋也都是有的 那么运动中心呢有我们特色的和温华和跆拳道等等 嗯欢迎大家过来 那说到这呢我们今天要意卖的产品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潜能开发的一卡通话十次卡 那十次卡说回来并不说只能上十个课程 呃有的因为有的课呢子华0.5次0.75次 所以呢呃最少是上十节课 但最多呢可以上到二十节课 呃那么我们在平时会员中心里面卖的价格呢是282块5毛 那今天呢呃一卖的价格只有198 嗯 那我可以问你一个事情呢 那我可以问你一个事情呢 那我觉得你真的太超值了 我觉得现在小孩子真是太幸福了 那这个产品还带来一个别的产品 那对呃除了这一个呃今天呢我们是讲一卖的主打产品 另外一个呢还带来了一个小小的礼物 啊这个呢是呃大家看一下很可爱啊 嗯 这个是呃山腰是挪威的呃森林里面的一个 就是说它的一个经典的一个人呃就是呃就精灵的人物 叫车它是我去年在那个北京 呃严许严许严许的时候呃所带了呃所买的 非常的呃呃有纪念意义啊 呃还带有那个证书所以呢 如果今天大家如果买到呃这个一卖的198的超值的大礼方 额晚还可以送送这样的一个小礼物 非常的有意义 将幸福和幸福送给家就好了 任就是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这个介绍 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 我觉得我们要抢筷子的这位嘉宾 然后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超值 如果大家想要购买的话 欢迎点击一些评论下来的 谢谢谢谢艾米琳 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 谢谢 好谢谢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过了两组的蓝队的嘉宾之后呢 我们要CEO之后 我们现在要开始进行下一组蓝队的嘉宾 Jean Geep 然后还有Avan Cho 多伦多华商会会长 我们现在正在连线 我们现在正在连线中啊 就像刚刚Mandy说的 我们的这个国会议员和多伦多华商会会长 应该是现在在披心带月赶来的路上 我们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位议员 也在连线吗 我们有多伦多 有一位现在正在连线的是Jean 然后等会儿还会有一个多伦多华商会会长 我们现在正在连线的是Jean 我们先看一看啊 Sophie你觉得我们卖的多还是红队卖的 我觉得我们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他们按在地上摩擦 是是是 我们当然是想要把对方按在地上摩擦的 对就我们希望能把对方摩擦成功 这样我们蓝队就可以赢 但与此同时呢 我觉得善良的朱迪和我 觉得这个也 doesn't matter 只要是我们能为预抗中心筹到这个款项 我觉得就很值得了 但是你却没有这个竞争的精神啊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 你卖的钱越多 你能够帮助到的人才越多 是不是 这个我从来不怀疑我们这组 我觉得我们这组的产品非常的畅销 对我觉得是 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们现在再看看能不能连接到我们的 议员Jean 哇我们我们前线传来的 Superchild已经卖出去了 我觉得真的是好棒好棒 是我也觉得特别棒 因为之前准备的时候特别特别的认真 然后后来后来后来这个还有一个特别贴心的一个小礼物 然后我当时觉得啊这个小礼物好可爱 这个CEO也太贴心了吧 然后结果他们的产品就马上的就收到 哇 哈喽 欢迎我们的华商会会长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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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听到我们吗 听到 哇 真是很开心 我用国东话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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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的 可以的 没问题的 没有问题 哈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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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叶家里 叶家里 好 非常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然后此次呢我们是在为这个移康中心做一个线上筹款的活动 it doesn't matter you can use any language that you're comfortable with 所以但是我们这个讲话呢是要one by one 进行的 那咱们就遵从这个Lady First的原则 我们先有请我们的这个DVMP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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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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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That is amazing and it's critical because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really impacted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ing our seniors,老人, right? And you can see it in how we have had to call in or the province has actually called in the military to come assist in five long-term care homes just in Ontario, not to mention in Quebec.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in that. And I guess I should mention that our government has been very supportive of seniors and putting out long-term care guidelines and working with the province to help, I guess, damp down this pandemic as much as possible. So thank you for doing this. Thank you so much for giving us this very inspiring speech and we really appreciate that you could be here with us together in terms of this COVID-19 online fundraising event. And thank you so much. And next, I would love to introduce another speaker here today. Okay, Evan Ch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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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的东南多华商会会长. Thank you so much. Yeah. Okay. 各位好,我是东南多华商会会长周大冠. 其实今次,今次我多谢Grace邀请我在这个网上筹会活动为疑康医务人员打气. 因为我知道这件事就是说,目前医务人员在这个疫情里面付出很努力,很辛苦. 就是知道他们就,就是他们的家人其实很担心他们在工作的,其实其实,他们有家庭医务人员,但是他们就是很敬业抱怨, 因为他们就仍然都付出了他们自己的宝贵的时间和住院精神,就服侍疑康那些老人家这样,因为其实在这个疫情里面呢,就是老人家的那个免疫能力比较低一点的, 所以他们就在那个院石里面,就其实很希望看到自己的那些亲人或者家人,希望大家有沟通的,但是问题就是说,因为他们不可以出去啊,这样,就是他们有些少被人好像隔离了的感觉, 这种感觉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些少伤感的,但是就是说,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说,疫情呢,但是我知道是人间有情的, 就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说,通过这个,虽然可能是这个科技视频的那个方面,就是大家都是可以很亲切地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无论是老人家或者医护人员呢,就是我们都在后面在那里 support 的,那我们都呼吁就是网上那些人员或者各方面呢,都 support我们医抗那个医护人员, 还有鼓励那些老人家,一件事就是说,希望疫情快退,大家的生活呢,恢复回正常那样,多谢各位。 谢谢,谢谢,感谢。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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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谢谢。 然后我们的观众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要捐款的话,就是我们的小助手会这个, 我的 coworker, Jane, will post the link, the website, into our live streaming room, 然后你们可以选择这个 purpose,一定要记得选择 Charity Sale 与世界温暖相拥的这个 purpose,来进行的 donation。 好,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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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再见。 再见。 嗨,蓝队的两位,听说你们刚才又怼我们了。 我要跑吧。 在地上摩擦。 行吧。 你这个多伦多,多伦多李佳琪等着我,多伦多威亚,把你摁在地上摩擦吧,拜拜,快下去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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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该我们的桥子了,我们我们的桥子了,已经上线了。 好了,你们加油加油。 好的,我看见我们第三组嘉宾已经上场了。 我们第三组嘉宾是我们的精莹剔透组合。 我们到场的CEO是Sylvia John Jewelry, 李莫珠宝的CEO Silvia John, 以及欢迎大家好。 爱的味道蓝色纯素葡萄酒CEO晶晶 跟大家打招呼吧 哈喽晶晶你好 你好你好 好的我们Celia Zhang呢 是我们非常非常优秀的珠宝品牌 和艺术首饰的设计师 她的设计品牌呢 灵感来自于山无棱 江水为节 东雷阵阵下雨雪 天地和乃敢于君爵 哇塞 我觉得我瞬间就化身了直威了 我现在就缺一个耳靠 有没有拍卖耳靠 真的是好浪漫呀 那么我们Celia Zhang 设计师今天带来的是 以墨珠宝产品组合 包括什么呢 包括设计师品牌日月星辰耳钉一对 这个耳钉材料啊 真的是太厉害了 是925银杜18K黄金 以及A级黄水晶月光石 尺寸呢是10乘以15 而且呢还有珠宝定制设计 咨询一次 我们的这个义卖产品的销售价值呢 仅仅是350加币 是吧我们的Celia 是的 是的 学姐好 好的 Celia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你这个义卖产品的设计理念 好的 大家好 我是Sylvia 张以墨珠宝的创始人和设计师 我们的品牌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独立设计师品牌 主要的产品就是有浪漫主义的轻奢鱼饰 以及我们的珠宝高级精致服务 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这一对 哇好好看呀 耳钉 真的 我可以带上给我们看看吗 我已经带上了其实 哦哇塞 真的好不灵不灵啊 很好看耶 谢谢 就是它是一对日常和一些场合都可以佩戴的一对耳钉 那它是怎么体现天地合的呢 就是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圆形 因为我们古人常说天圆地方 天圆地方 也就是圆形代表的就是天 然后上面黄色的黄水晶代表的是太阳 蓝色的月光石呢就代表的是月亮 底下的一圈是星星 这个其实就是非常体现我们品牌的浪漫主义的这一个精神 对非常适合 男士送给自己的另一半 或者女士自己送给自己也很好 好的好的 是的 我有在Cylvia张一抹珠宝的那个微信小程序上 看到设计非常精巧的有那个指尖戒呀耳钩等等 都是融合了非常多的日月星辰呀 山川大地呀 以及很多美丽的动植物的设计里面 非常非常的美丽 强烈大家去一抹珠宝的小程序看一眼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那里面 拍完了之后你就能找到耳钢了 我要先找到耳钢 让耳钢帮我去拍 其实 全费都包了 可以可以 就是《山木兰天地河》这些诗 不是仅仅出自于环珠格格 它其实是我们诗经里面很有名的一句诗 然后我们品牌就是就我自己非常喜欢从东方文化里面去寻找灵感 然后去给它一个西方的表达这样子 是的是的看了看了那个小程序就觉得哇塞真的好有文化 而且特别特别的有意义 好的感谢我们的CEO呀 它给了我们一个很高的折扣啊 今天给了我们一个很高的折扣是160块钱是吧 对对对 那这个呢 这个酒呢 我在进来直播之间之前 我还特意又去查了一下 然后查到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有趣 还特别有意义 因为它是加拿大独一无二的微薰宝贝 纯素蓝色的葡萄酒 我们很少会在市面上见到蓝色的葡萄酒 这个葡萄酒叫做Blue Vegan 来自加拿大40年VQA酒庄 我虽然不知道VQA是什么 这个留给晶晶来给我们添这个解释一下 然后它是纯天然 不含加不添加任何的人工色素 蓝色是直接提取这个植物本身的 而且晶晶的这一个蓝色的葡萄酒 还有专利产品 这个是有专利的 获得加拿大政府最高食品等级 纯素 等级 最高食品等级纯素认证 好高级的 认证真的好厉害呀 好厉害 这个你有喝过吗 那个 我喝过 我喝过 我之前和晶晶一起参加活动的时候 我就晶晶送了我一瓶之后 我当天晚上就开了 本来想要喝一瓶 结果一瓶全喝完了 但是这个酒真的是非常好 为什么呢 我不是说 为了推销是推销 是因为我自己喝过 因为它完全就是不过敏 也不会上头 就还特别的好喝 有的时候也没有很高 把这种食物 不算是高浓度酒 而且它这个口感和冰酒不一样 冰酒比较偏甜 它这个冰酒喝起来的话 有点像白葡萄酒的味道 我们让晶晶来自己介绍一下吧 我说太兴奋了吧 晶晶的话都成了 太兴奋了 谢谢大家 我觉得我们的主持人 Michelle Mandy 你们特别特别的专业 其实就是说 这个酒一般人搞不清楚 但是Michelle 基本上把我们酒搞得清清楚楚 你真的是可以去考一个品酒师了 然后 其实Mandy 一直都是我们的御用那个 就是四酒师 Mandy 从这款酒第一次面试的时候 Mandy就是第一个开酒的 那么 那么其实Michelle 把我想要说的这个酒 都说的差不多了 我只想跟大家讲一个有关 为什么是蓝色 为什么是酒的故事 大家看到这个酒 上面是一个猫的天脸 其实这只猫 就是我去年五月份收养的一只 被人弃养的猫 那么为什么这个酒是蓝色的呢 因为我们地球75%的颜色 都是蓝色 蓝色是代表爱 是代表自然对人类的爱 刚刚那个Sylvia 它是代表人与人之间的爱 所以我觉得今天 我们的产品特别搭 那么我们这款酒 也是叫爱的味道 那就是想表达一种 我们自从我收养的流浪猫之后呢 我忽然发现原来 弱势群体 比如说小动物啊 比如说老年人 小动物的生活 流浪猫 流浪狗是非常凄惨的 我非常想帮他们 而除此之外 弱势群体 比如说失学儿童 比如说这次我们要帮助的 养老院的老人们 他们都是弱势群体 他们都是需要得到帮助呢 所以当时我就想 我想帮助弱势群体 但是我应该怎么帮呢 我就忽然想到 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喝葡萄酒 因为葡萄酒 能给我带来那种 微醺的快乐的 温柔的感觉 那么我就想 如果我用蓝色纯素 再加上我收养的小猫的头像 来设计一款酒 通过这款酒来募捐 然后再把它50%的收入 拿来捐献给所有的 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 那是不是就是爱的味道呢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酒的由来 所以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今天喜欢我的酒 喜欢我们主持人专业的介绍 欢迎大家拍走我们的六瓶酒 这样我们的老名人 你的酒已经被卖出了 酒已经卖出了 不能再给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主持人专业的朋友 都特别喜欢曼蒂的酒 主要颜值很多人 她非常有爱心 是的 对的 然后 然后是这样子 我发现 晶晶创立品牌的初心 是源自于爱嘛 然后我们CLVR张 这个手势 也是表达人与人之间的爱 我觉得两个CLVR产品 都是非常的经营 剔透 不灵不灵的 而且都跟爱的主题相关 而且呢 和今天晚上 我们晚会的主题 也是非常的契合 就是我们传播爱 把爱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 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 非常非常棒的 谢谢你们 我相信大家已经体会到了 我们晶晶剔透组的这一份爱意 是的 是的 然后呢 我们 晶晶的这个酒真的是不上头 而且就是我上课之前喝掉它 喝了一杯 下了课之后就完全不上头了 非常非常好 但是我们的时间 也是差不多了 所以呢 我们就是要感谢我们 以墨珠宝的CEO CELVIA章 以及我们Blue Vegan Wine 爱的味道 蓝色纯素葡萄酒 晶晶的到场支持 今天的产品已经被卖出去了 怎么办呀 所以大家赶紧挂起 大家不要忘了 我们还在跟蓝色PK 大家快一点 我们的 大家可以加点去拍CELVIA的耳朵 能看到我吗 我们的后面的 嗨 Amy 我们后面两位CEO已经上线了 嗨 你们真的是迫不及待了 是不是怎么时间 太思念我们了 真的是 特别思念我们 然后我们下一组呢 CEO呢 是我们的内外监修组 我们到场的CEO呢 有Power Career的 Crystal Zhang 以及我们EQP SPA的 CEO Amy 欢迎你们 跟大家打招呼吧 Hello大家好 我是Crystal 大家好我是Amy 是的 我们Power Career呢 是加拿大顶级的留学生 专业求职辅导平台 自成立以来呢 已经帮助数百位留学生 实现了职业梦想 踏上他们的理想职业舞台 今天我们CEO Crystal Zhang 带来的产品呢 是三次 每次一小时的 一对一职业咨询 以及定位服务 内容真的包含很多呀 就是有个人背景评估 信息数理 职业规划 工作申请指导 哇塞 真的太多了 以及竞争力评估 据我所知呢 这种专业咨询服务呀 如果单独购买的话 每小时就要近300刀 但是我们这次 Crystal Zhang 真的是太有诚意了 三次 每次一小时的职业咨询 仅仅逆卖价格是300刀 EXO me 这是真的吗 真的吗Crystal 是的 是的 我们这个呢 是这次专门跟女士街 一起合作 来为养老院地银募捐的 这次咱们给大家带来了三次一对一的免费职业咨询和定位服务 内容包含个人职业能力评估 职业规划 目标岗位行业知识 竞争力评估 职业道路选择建议等等 我们的提供自行的导师均为就职于银行金融会计风控 软件开发高科技数据分析等行业的高级经理级别的导师来进行辅导 所以是非常对于求职小伙伴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我们的Crystal 感谢Crystal 然后那如果说上面Crystal的这个产品啊 是修炼内功 接下来的话呢 这款产品就是帮大家提升外表 能够让大家更有自信 InBeauty Spa的CEO Amy 嗨你好 嗨你好你好 很高兴又看到你啊 AVD次带来的是一个Beauty Treatment 原价450块钱 无痛 无真 无真满线 面部微脸 医疗 医美的一个疗愁 是吧 然后利用超声波的原理 直接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呢 更加的紧致 然后还能刺激胶原蛋白 从而达到去皱收紧 微脸的效果 可以维持三个月到六个月 主要是这次只卖180块钱 而我知道原价是远远高于180块钱的 对 原价的话这个要450块钱样子 对 那我们呢 我跟你说一下我们InBeauty Spa吧 我们自己开了已经16年了 那我自己在做这个美容行业 也有28年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 在没有风险的状况下 我们进行我们的美的改造 是完全可以的 所以我们这次钻出去的那个 那个聊成呢 就其实立竿见语 马上就能看到那个效果 因为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明星 我们店去做一些不同的明星 聊成嘛 像像杜丽莎老师 我刚才在 她在做的过程中 其实她做了半点点 已经就上去了 就是说她整个出来的时候 她已经很V上去了 所以他们好像每次去有那个 收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 那些我们的那些 DJ啊 或者是明星啊 中文洪洪宇 她们都有来 之前就大树的话 都要来补一补啊 马上脸就上去了 尤其要上镜的话 脸就不能说抱镜嘛 我就是就是Amy 你这个同款V脸 我也想要拥有 我发现Amy长得很像刘玉玲啊 有没有 真的是 她是70后的啦 我们就是很老的啦 真的是 我觉得以后我们的学生 应该是在找我们辅导以后 就找去Amy 去做一下威廉 这样子内外兼修 一到面试准拿offer 对 一定要做一次 必须的 我觉得这个有必要 真的是 说这个为什么 Kriso刚才提到说 我们Power Career 是加拿大 踏入加拿大名起的 黄埔军校呢 这个名字呢 其实是我们学员给我们的 因为就是 我们的学员 来自就是加拿大 各大大学都有 然后呢 有90%的学员 都拿到了加拿大 各大公司的offer 然后我们曾经进行过统计 我们拿到它的offer 是占据了 基本上加拿大 各大知名公司 都是由我们学员 在里面 所以呢 我们的学员 也把这个就是 黄埔军校的名字 送给了我们 因为黄埔军校的话 大家也都知道 是就是培养军官 高级将领的嘛 我们Power Career 是承担了 培养加拿大 中国留学生 进入加拿大 各大名起 然后也是相当于一个 在职场的 黄埔军校的 这么一个定位 好的好的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去你那里 去做威廉 然后大概有多长时间呢 我如果 如果想去赶一个面 是这个来得及吗 一个鸟从下来 大概要一个多小时的 可以的 很快 慢点 马上就 Amy的这一个呢 已经被我拍走了 什么 你竟敢背着我 做出这种事情 那友谊走到镜头了 拜拜 很好的 非常感谢我们的Amy 以及Crystal 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 那么就是感谢Crystal 和Amy的到场支持 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可以点击链接 参与Mile 顺便说一下 上一组以墨珠宝 已经被拍出去了 然后这一组的Amy的产品 已经已经被Meshell 这个人已经抢走了 想用小威廉 好吧好吧 行 然后我们的小伙伴们 可以点击链接 参与其他产品的E-Mile 对 那真的PK哦 买我的买我的 带你进加拿大名企 买他买他 买他买他 加拿大名企 好的 必须的 感谢我们的两位美女CEO 那又我们下一次 大家好 拜拜 先火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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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下一组是我们的两位 非常非常重磅的嘉宾 是谁呢 我们第一位呢 是我们的Selma 是释迦堡中区的国会议员 有没有啊 然后呢 我们第二位嘉宾就留给Michelle 来介绍吧 第二位嘉宾是Joseph 旺会长 M RV和CBA Richmond Hill和Markham 华商会的会长 我们有请他们 有请 好的 我们嘉宾呢 还是在日夜间程 赶在我们 赶来我们直播间的路上 我们就稍微等他们一下 哦 我们的周四部已经上来了 已经上来了 我们周四部已经上来了 嗨 能听见我们吗 哈喽 能听到我们吗 能听到 请您看一下摄像头 让我们观众看见你 哦 你当中下 再 哦 对对对对 是在看着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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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幸能邀请您来 进我们的直播间 你有什么需要和我们女世界的观众 去沟通表达的吗 没有 特别是呼吁一下他们专访 那就可以了吧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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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真的 真是我 要介绍我自己吗 对 现在都能 观众朋友们都能看见你 能听见你 好嘞 好嘞 非常非常完美 我想说广东话了吧 是 可以 OK 可以的 各位你们好 我是曼锦烈接文山王世华商会会长王志豪 在这里我希望大家今晚可以帮助宜康 养股院筹一些钱 可能你们会觉得最近我已经编了不少钱了 但是做善事是不怕多的 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是有能力去帮助其他人的都是自己的福气 希望你们能够再做多一点继续支持宜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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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 Joseph Wang 我们的Richmond Hill and Mark Ham 华商会会长 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为我们的直播大靠 朱丽 谢谢您 谢谢 好的 好的 然后 我们下一位嘉宾是我们的 世家宝中区国会议员 我们的Selma The Heat的女士 我们Selma The Heat的女士可能还是在赶在直播间的路程之中 日夜兼程的路上 是的 是的 我们这个十二位嘉宾实在是太动漫了 我觉得Mandy 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很多人已经开始给我们留言了 我们在等待她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给我们说了什么好不好 好的 我们观众朋友说什么了 是不是说我们比红队棒很多 我们的意卖产品都卖出去了好不好 她是 我看一下 我看到她 裤子说今天都是重磅嘉宾好棒 然后 真的是我们有我们的参议员 以及我们的国会议员 以及这是最难得的 我们的粤语社区和华语社区联合活动 真的是太难得了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很多人说粤语 很多人说华语嘛 就是大家能够说 坐在一起一起去 做一个这样非常有爱心的 这样的一个供应活动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意义特别非凡 是的是的 我发现我们俩也很给力啊 哎 我看见他们俩已经上来了 我又我又再给你们强调一下啊 我们现在的意卖产品已经都卖出去了 你们加油吧 哈哈哈 你们看着办吧 我们也已经都卖出去了 你们看着办吧 哈哈哈 我们先撤了你们看着办吧 哈哈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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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吗 他们走了吗 拜拜 欢迎我们来到直播间的 这一组蓝队新的这一组CEO 一个是高效冷暖工程的CEO Gloria Dung 将由我来介绍 另外一位将由我的partner 朱莉来介绍 那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我们高效冷暖工程的CEO Gloria 我想问一下 今天在这一次卖的 新品牌 跟我们大家来的什么样的产品 我听到有人在给你打电话 是吗 好漂亮 可以听听听我们Gloria Gloria 你的那个手机的回放的声音有点大 可以把声量调小一点就可以 听到了吗 可以 现在刚好 好 那今天你给咱们的这个意卖活动 是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我这个声音关掉了 我听不到他们说 我还听到一个声音 我听不到你说话 我听到 我听到 可以了 希望可以了 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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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哈喽 您好 您好 今天为咱们的这个意卖活动 带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 今天带来的产品就是这个 就是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智能的水表监测装置 它还是可以安装在水表上 然后就可以即时的监测到你这个物业 有没有漏水啊 有没有水管爆裂这种异常情况 然后可以即时的发出警告 然后就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失 好棒 那说到这里 我有两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因为据我对您公司的了解 咱们这个产品一般是用在酒店和学校 这块会比较多一些 那如果是咱们自己的话 这个第一 安装比较容易吗 这个安装非常容易的 你看就是把这样子套在这个水表上就可以 不需要任何东西 这个是很方便的 对对对 我也觉得很方便 那如果说物业要没有WiFi的话怎么办 我特别害怕没有WiFi 我害怕断网是吗 没有关系 这一个装置就是它自带发射信息的装置 所以说没有WiFi也没有关系 那么对于尤其对于那个度假村 度假屋它没有WiFi 所以这个就很实用的 那我还有最后的一个小问题 其实也不是小问题 我知道做这个产品很多 但是我知道咱们高效能暖工程 应该是唯一拿到过一个大奖的 这个唯一的华人经销商 那个奖很厉害 那个奖名字叫什么来着 那个叫做Carrie的总统大奖 这个是北美 是在北美范围内 评选出来的Carrie的总统大奖 那么我先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呢是做这个 做住宅商业和康斗的暖暖气的服务维修 已经做了15年了 所以说我们做了15年了 所以说我们公司是 多伦多地区carrier的最大的华人 帝勒 那么因为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服务质量和口碑 所以说我们能够拿得到这个 华人的大奖我们也很幸 那真的是好棒好棒了 然后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 这个是可以用于哪些 就比如说除了住宅以外 比如说医院啊 这些地方可以用吗 都可以用的 这个呢 这个呢 它是对于那个 对于 尤其是对于医院啊 学校啊更好 因为实际上这种场合 不容易监测到有漏水的情况 那么这个产品就可以 可以及时的给你监测到漏水的情况 而且你可以随时的 在你的手机上看到你每天的用水量 它是一个智能产品 它可以通过自主学习 能够发现到你这个用水的规律 然后可以 才可以 然后它就可以监测到逆场的情况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产品在普通的商店是买不到的 在像Home Depot什么都买不到 只有在我们这种专业的地方才能买到 那大家赶紧点击屏幕下方的链接 买它买它 那今天这个价值是多少钱呢 这个价钱也是非常的优惠的 现在这个在这个公司的官网上的价钱是495块钱 然后还有120块钱的每年的监测费 那么今年我们为了这个义卖 我们的价格是350块钱 包括了一年的监测费用 是非常划算的一个价钱 而且其他地方买得到 超值优惠 对 在下方的那个二维码 我们的助手 我的同事 Jane应该发到群里了 因为我现在没有看我们直播间的群 如果没有发的话 这个Jane你今天晚上的鸡头也没有了 所以听到了吗 听到了赶紧发我们的这个 跟我们的CEO Gloria 发这个产品的二维码 也包括这个监测费整个一天全部都省了 Anyway很划算很超值 快买它买它买它 那咱们可以组织科技和艺术的完美结合 我们还有一位CEO 来接下来由我来介绍我们Fox Dailing的这个Fay Fay你好 我们是老朋友了 你好 很久不见 对今天很漂亮啊 然后呢 我知道您是做那个职业的这个服装搭配的 然后我想问一下 作为一个职业猎头啊 我知道就是人靠衣装嘛 靠鞍嘛 我们是Terry也好 就是在职场中你的这个衣服 就是你的一张名片啊 我想问一下 今天这个产品有没有能够帮助到我们的观众吗 一定会的 首先我那个很荣幸参加这次女世界的衣卖活动 那我们这次提供的呢 给大家就是VIP全套职场形象礼仪大改造 那每个人像这个Judy说的 每个人都去去做这个面试啊 见客户或者做一些商业影响的时候 都需要有一套很专业的形象去给自己加分 那我们就是少数提供华语服务的这一类培训机构里面 就是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培训 那我知道就是像有些不同的场合 它的着装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看来的话 比如说专业的IT工跟那个会计的话 着装上有什么区别呢 这就要看具体的公司文化了 比如说一个会计 它在一个银行里面工作 和它在一个startup里面工作 他们要的着装需求就是不一样的 那IT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一个课程内容 就是先从一个科学的角度 去跟大家讲解不同的行业里面 一些特定的形象里的要求 然后再根据你的职业 皮肤的色彩 还有你的身形 去找到属于你个人的职场形象风格 然后之后我们还会有一个一对一的实战 我打问一下 咱们今天这个非带来的这个精品大礼包 包含您的私教课程和您新开的课程 都包括是吗 是的 都包括 我们 就是新开的一个课程是我们在5月9号 也就是下个星期正式上线 那我们包括的内容 像刚刚提到的讲解不同行业的形象里要求 然后再还有一个职场色彩的 一个科学跟大家讲解 怎么样去运用色彩搭配 去建造不属于不同行业的职场B3造型 那这个是我们下个星期的课程 是的 我听说你还没有请 非常期待 是是 我也很期待 我也很期待 这个课程的内容会特别的丰富 那给女世界的所有的会员 我们也提供了这个 两人同行 一人免费的这样一个大型的优惠 那这个优惠呢 其实我们在昨天晚上 就已经结识了 但是给女世界的所有的会员 因为今天是女世界这个专场嘛 就是有一个案例 所有的人在5月9号之前 只要报名 然后加我们的时候 就可以在好友那里写上女世界 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优惠 对 好的 非常感谢Gloria 非常感谢菲 那么其实我还有更多的话想说 但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可能就是暂时说到这里 但我再补充一句啊 让我们的这个 我个人觉得Gloria的公司 可能会非常适合跟菲合作 菲一直想找一些那种 business terror的case嘛 就我觉得 二位私下可以看一看 有没有这个 可以合作的 potential的机会 然后再次非常感谢 两位光临我们的直播间 然后小助手 我的同事Ginjin 麻烦你再发下这两个产品 就如果发了就当我没有说啊 如果你没有发的话 今天晚上你的鸡腿就没有了 好 感谢二位 谢谢 好拜拜 拜拜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连接另外一位 啊 我们今天的赞助商家 我们的嘉宾 是Ready Capito的CEO Christy许 我们正在连接当中 哇 嗨 许总你好 大家好 你好你好 非常 可以听得见吗 听得见 可以听得见我们吗 哈喽 哈喽 哈喽许总 可以听得见我和朱迪吗 看样子是不可以是吗 因为许总的picture好像在 所以他好像凝固了 我们不可以这样的 毕竟是我们的赞助商大美女 许总 我还准备了 我为我们许总准备了很多 很多很多的内容 但是许总你就这样 好 可以了 现在好了 刚才声音没有 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嗯 也非常感谢您对此次活动的 这样的一个支持 那今天啊 就我们请您来到直播间 有两件事情想了解 也想更多的了解下您的公司 第二个是想了解下今天您为此次的 义卖产品呃为此次的活动 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义卖产品 那么我呢 先从公司的角度 去了解一下 咱们的ready capital 因为我知道咱们的ready capital 是做这个物业抵押贷款的 但是又有一些区别 我不太清楚 好像跟传统的这个银行 是有一些区别的对吗 是的 我这样子吧 我自己来做一下 简单的介绍吧 好的好的 我叫许群 我其实是老多伦多人了 在多伦多30年了 那么过去整整的20年呢 我都是在做贷款的 我是多伦多的第一个 讲国语的贷款经济 所以我20年呢 做同一件事情 就是做贷款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很资深的贷款经济了 那么从做贷款呢 为什么转到来做基金呢 其实我们去年呢 才刚刚开始做基金 那么这基金呢 就跟别的就是 这个基金呢 市面上的基金很不一样的 我们呢 是一个非常单一的 唯一的一个基金呢 就是只做黄无抵押贷款 嗯 那么这叫 就是瑞达基金呢 这就是我刚才把这个写出来 因为呢 在多伦多呢 还没有太多人知道 所以呢 今天呢 就特别来做一下promotion 那我们瑞达基金的第一个呢 我就觉得 就是为什么现在呢 要做更多的这个promotion呢 因为呢 我觉得现在是金融风暴的时候 大家都在找一个安全的投资的一个 一个地方 不但要高回报 绝大多数的人要认为呢 就是 更重要 所以呢 我们呢 就是因为所有的这个投资呢 都是百分之百 有单身的物业做抵押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地方 好 同时呢 我们也是一个特别合规的产品 我们是一个mutual fund trust 都是一个私募基金 是一个mutual fund mutual fund trust的好处是什么呢 可以让很多的人 任何的人 其实想做投资的 都可以来来参与 因为我们的起点很低 就两万五就可以了 那么 而且非常灵活 可以随时呢 把钱拿回去 同时呢 回报也非常好 我们预期的回报呢 是百分之八那年回报率 哦 这个是很好一个回报率哦 是啊 所以按照百分之八的回报率来讲呢 要是投十五万 一年 一个月呢 就是一千块钱 这零花钱就足够了 所以呢 花家支付的一条道路 已经被我们认为 明确的支付了 我们的支付呢 我的 带给大家什么产品吗 对啊 我就讲我们的 我们的理念呢 这个产品呢 就是想让大家随时可以投资 我们希望呢 就是 做成一个加拿大 我们华人里面的 最好的一个 投资的 一个产品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大概 介绍了一下我们的基金 那我今天呢 为了 为了 这个 支持我们 女世界 这个非常好的 这个工艺的 筹访活动 我们也带来了 就是 我的一个好朋友 那 那两夫子 你们有没有把它做成 视频拿出来 因为现在 没办法挂起来 哦 不用担心许总 我们的助手 尖尖正在发送这个图片 如果他没有发的话 我们会扣他的鸡腿的 那 那 我也想 我也大概也讲一下呢 今天呢 那我的一个 好朋友 一个很年轻的 一个书法家 今年才16岁 一个书法家 魏海默 他的两幅作品 那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应景的作品 第一幅呢 他是写的一个 这个 这个 写的是 美林大事有静气 不信 金石 五骨弦 我觉得这是非常应景的 这个 这个 另外一幅呢 也是 马上是春天来了 这个 非常好的 我们白居易的 江南好 两首 这个两行字 日出 江花 红似火 春来 江水 绿如蓝 这也是一个非常应景的 这个 这个 一部 很漂亮的新草 这个 魏海默呢 非常年轻 年轻书法家 但是呢 他的作品呢 是给了国内的 这个博物馆 还有这个 国外的博物馆 都收藏了 现在还年轻 赶快收藏他的作品 现在还可以 收藏得到 年轻大了 肯定会 越来越高 所以呢 他们一区 要是 我 跟他讲了 就是 他非常支持 所以 非常感谢 非常非常感谢 非常非常感谢您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 我们有请 徐总 对 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 要接下位嘉宾 但跟徐总说 在再见之前呢 感谢徐总 带来的优质投资 优质的义卖产品 谢谢 好的 谢谢 拜拜 哈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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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好 你可以看 那是很棒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 你好 您好吗 我认为 我们做得好 您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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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first. Let me say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our another MP here today, Selma Zahid, and we would love to know like in terms of the government perspective, do you have anything that related with COVID-19 that you would love to share with our audiences today? With COVID-19, in regards to COVID-19? Yes, exactly. Thank you. Hello. Hi. Should I start? Yeah, go ahead. Hi. Good evening.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and thank you for providing me this platform to be able to in touch with you. Thanks to Scarborough York Region Chi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 for organizing this event. And I'm really very grateful. These days, we are going through very uncertain times and it is not easy to get through this pandemic. And it is one of the events we are facing in our lifetime. So, Government of Canada has taken a lot of measures to make sure that they have the back of all the Canadians in this time of the pandemic. And we are trying our best to help as many Canadians as possible. So, Government of Canada, through different programs, have announced a lot of support for Canadian workers who have lost work, a lot of support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es, because we do recognize that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es are the backbone of our Canadian economy. And we have to make sure that they don't lay off the workers. And right now, because of the COVID-19 situation and social distancing, we cannot meet each other, we cannot have many businesses open. But through our Canada Emergency Response Benefit, we are trying our best to encourage the employers not to lay off their employees. And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through the wage subsidy program, is providing 75% wage subsidy to all the employers of all sizes who have lost revenue by 15% in the month of March and by 30% for the months of April and May. So, that 75% wage subsidy will allow our employers to keep employees. If, say, some employers have laid off or some Canadian workers have lost their work, they can apply through CERB, which is the Canadian Emergency Response Benefit, which is $500 a week, $2,000 a month. And even you can work and earn up to $1,000 and still be eligible for CERB if you have earned $5,000 in the last 12 months or in the year 2019. And now either your hours have been reduced or you don't have any work, you can apply through your CRA account. The process is very simple. Log in every four weeks, you have to apply and you will get a direct deposit in 24 to 48 hours. For the small businesses, we have launched another program in regards to their rent assistance also. So, we have worked with the provinces and 75% subsidy for three months will be provided to the businesses towards their commercial rents. We have worked with the banks to allow all the Calendia workers who cannot make their mortgage payments to defer their mortgage payments for six months. In addition, for the small businesses and the medium-sized businesses, if your payroll is between $20,000 to $1.5 million, you can apply for an interest-free loan of up to $40,000, of which $10,000 will be forgivable. And lots of businesses have already received that loan that will help them to cover the operating cost. Just this week, we have passed legislation to help students because a lot of students were not able to qualify for CERB. So, we have announced Canadian Emergency Student Benefit. Students will be eligible to get for four months starting May 1st, $1,250 a month. And they will have to apply. So, the portal will be up and running by mid of May and they can apply. In addition, we have announced money for the charities. We have announced money for the food banks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vulnerable people who need our help. So, we are trying our best. If any constituents of mine have any issues, please feel free to get in touch with our offic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s very much. So, sorry to cutting off. Thank you so much for what you shared with us in terms of the government perspective. and we appreciate it a lot. And so, at this like meaningful moment and we are united together and I could see there is a bright future and it's on the way to coming to us. And I hope and I wish and I also believe and this quarantine will end very soon and the pandemic will be something in the past. So, yeah, no, no. See, we are through some difficult times, but I se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now. And we continue following social distancing. I'm sure we will together beat and overcome this pandemic. And very soon we will be talking about that that is over. So, and we will be getting together in person for meetings and fundraisers. So, I'm really, very excited about the times ahead for all of us. And I hope we will be able to get through this pandemic. Perfect. And again, thank you. And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with us. And before we, before like you leave. And I would love to say thank you again and also Ramadan Mubarak. And thank you. Thank you. Sorry, I was a bit late. I was just opening my files. Oh, that's okay. That's okay. All matters is like you hear and share all those information with us. So thank you. Have a great night.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Bye-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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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s for watching. Bye-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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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 还有我们的 这个RBC Bank 就是决定给我们 发这么一个奖品 很简单 如果大家想参与得到奖品的话 就转发我们的 现在直播链接 然后集赞 保留27小时以后 截图发给 我们的这个 小助手 小助手Sherly 会把她的这个 维码照片 划在圈里 请大家关注 OK 这是一个非常简短的信息 说完了 那么接下来 再次回到我们的 这个直播间 我们现在正在连线 Hillary 但是我们另外的 一位CEO 我的理素 我的理素 现在已经很李扎琪了 想老板爱我 默认诺李扎琪 好好好 欢迎两位CEO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Hello Hillary Hello 大家听得到吗 可以可以可以 那么先会有 我的小伙伴 朱迪来介绍一下Hillary 然后我会介绍另外一个嘉宾 Hi Hillary Hi 然后呢 我知道啊 你是一个 就是非常一个 就是医美方面的 这个美女CEO 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今天带来这个超值的 这个大礼包里面 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吗 好好好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这个介绍 大家好 我是Hillary 我是Lavitality Maskar 简称 Alvit Maspar的创始人 以及CEO 我今天呢 就是为了就是参与我们今天晚上这个慈善意卖的活动 然后呢 我选择出了在我们开业以来一直到现在最受欢迎的前三项项目 然后这个项目的话呢 是跟大家其实还是蛮息息相关的 它的名字呢就叫做热能社品减肥 我知道呢因为这个Pandemic疫情这个原因呢很多人都是被困在家里 所以呢大家这个时候呢就会非常喜欢就是找在厨房里 然后在阳台上啊就是施展自己的功夫 不让自己就是闲下来这样子 那大家在在家的时间就多了多了很多人以后就会吃的很多 然后这个时候呢有的人就会担心身材变形这个事情 所以呢我是就这个这方面的这个需求 就真的需求推出了这么样一个热能减肥的项目 对然后内容的嗯对是的 跟我应该是我们大家都都是蛮需要这个这个产品的 有没有需要的 因为已经很苗条了 没有想冲到那个直播间 然后去去点下面购买去抢购去 因为这个真的是超值 我觉得是的 嗯就是就是我我非常喜欢咱们这一组内外监修组 我的妈妈现在对我非常不满意 她应该 为什么她不说对你不满意 我吃了太多了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的我的老家是新疆的 知道吗 就我记得有一年因为我完全不控制自己的饮食和非常不规律的作息 然后大家都知道新疆人吃那个囊饼吗 就是很大的那种 第一天刚回家 大一刚结束见到我妈妈就说 你的脸为什么变成了一张囊 我当时就好 打那以后认识这面上的减肥产品 我时时刻都在关注啊 那么 去买Shirley这个产品 而且这个产品很合算啊 这个产品是229加元 它原价是680元的减肥 是的 是的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会被抢扣的很快的 很快 对很快 对然后在这里内外监修组我还要提到另外一位CEO 那就是我们Suki Lafond Art国际艺术教育的CEO Suki Zhang 欢迎你 各位大家好 你好你好 好温柔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那么今天你为此次意卖也带来了一组产品 也带来了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好的 我今天给大家带的是一个绘画课程 是零基础的人也适合的 然后是十字课 每次课一个半小时 能达到什么效果呢 什么效果呢 传统的四秒学习需要花三年的时间达到的效果 厉害不厉害 哇 真是 现在的需要多长时间 啊 你说什么 像我们这种零基础的人 像我们这种零基础的需要多长时间能达到 十字课呀 每次课一个半小时啊 哇 我都惊呆了 我跟Sophie真的是都惊呆了 你确定吗 像我们这种就是从小都没有接触 而且我画画真的很难看到 我们已经有 我们已经有几百个学员 为你们证实过了这个事情 哇 那就是 对大家不需要担心 大家都以为画画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事情 但是我们用了一个公式 分解了素描里面的元素 所以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能看清楚吗 这个手 哇 可以 都会往前 开整个手 可以可以 画手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解成 大家可以看清楚 它是一个很多很多的几何形体 所以再复杂的东西都是能分解的 太简单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同样这个思维方法还可以做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画房间是不是很难 但是这个房间 它本身来说就是一个 到处都是各种立方体的组合 然后再加上细节 就变成下面这样子 哇 这都能达到这样的 帅气不帅气 帅气不帅气 必须要买这个 必须要买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买 可以跟我们讲讲 这个价格是多少 就此次一卖的价格 价格呀 大家猜一猜呗 我觉得十字课 怎么也要一千块钱左右吧 差不多 非常重视这个教育啊 还有知识产权这一块的 所以如果是 对 这块的质量很高很可靠 然后所以价钱肯定不会便宜到哪里去 十字课就像朱丽说的 怎么也得有一千加异了吧 哦 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告诉大家 跟其他的素描课完全不一样的是 用这个思维方法 这个课上学到了工业设计 室内设计 建筑设计 服装效果图 速写都学到了 既省时间又省钱 是不是超值才599 哦 真的是超级值 然后苏菲 我都想跟你一起去组团学习这个 然后我们PK一下谁画的手比较像一只手 可以啊 大家抓紧机会哦 还能为前线的医务人员送出一份爱心 谢谢 你说啥 我们说 我们说谢谢 你刚刚说送爱心 我们说非常谢谢 真的谢谢这两位CEO带来的这组产品 我们的小助手呢 还会在直播间里发 这两个产品的图片二维码 如果 因为我现在也还是没有看这个手机 如果被卖出去的话 那就恭喜二位如果还没有被卖出去 但是我们的小助手没有发图片的话 珍珍你今天网上的鸡腿就没有了哦 我觉得一定会有人买的 我们还有时间吗 我们还有时间说吗 我还要说一句 你说 要是你有朋友喜欢画画送给他 我的妈呀 他会爱你一万年 真的 哇 我觉得Sophie 你多伦多李佳琪的这个title 已经被苏给成了 太好了 好棒啊 两位CEO今天的这个产品能大卖啊 快点卖出 我们另外监修 必须 好的 感谢我们的Sophie 还有感谢我们的这个Suki 还有Hillary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还有另外一组很厉害的嘉宾 他们要出场了 拜拜 我们现在在连线 拜拜 谢谢两位支持 好 不客气 谢谢 拜拜 我们现在连线另外一组嘉宾 是我们的美丽居家精品组 哇 现在有个大美女 Oskar 谢谢好温柔哦你 嗨 Tina 嘿哈喽 我们两位美丽主持 你好你好 今天我有一个别圈 我是多伦多李佳琪 我看到你 真的是好棒啊 我看到你的主持好棒啊 谢谢谢谢 今天朱迪和我呢 会来介绍一下二位 那先由朱迪开始吧 我们这组很厉害 我们这组是一重一轻 你猜一下 重是什么 轻是什么 那接下来就由我们的Tina 来给我们介绍 这组重是什么 好 大家好 我叫Tina 我是来自Bet Home Fashion 就是我们公司呢 是在多伦多 已经20多年的专注于 家用纺织品的公司 那我们的品牌呢 是Home Beyond 今天呢也是很荣幸 能够参加旅世界 这么一个有意义的 这个意买活动 那今天呢就是 我听说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三件套的家居产品 是不是 那都帮大家给三件呢 我都好 谢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 对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三件产品呢 就是是我们今年 或是特别让热卖的三件产品 第一件呢是这个爆款呢 就是产品 重力背 第二件呢是就是 它是用和围巾一样材料的 就是非常轻柔软和的一个毯子 第三件呢是今年欧美非常流行的 雪莉莱那个就是地点 二件套 你看就是说 整个的产品呢 就是它的Quality啊 质量啊包装啊 都是非常不错的 对 这个颜色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然后就一个疑问 我想问一下那个天呢 就是我们之前就是听过什么羽绒背啊 羽绒背啊 但是我没有从来没有听过过这个重力背啊 这重力背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重力背呢 其实是最近几年 就是刚刚流行起来的是欧美的一些这个睡眠专家呢 专媒是为睡眠 睡眠的那个人群特制的一款被子 那就是大家知道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呢 就是因为生活的节奏加快啊 生活的压力加大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面临着睡眠的困扰啊 那这个重力背呢 就是他们它就是是帮助人们改善睡眠 它的科学意见呢 是人体在适当的压力的事情下 就是有一个深层触压感的那种感觉 这种触压感呢 可以靠出我们的神经系统 然后啊 抑制我们体内压力荷尔蒙的释放 但是促进了血清素和剃黑素的释放 那大家知道就是剃黑素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睡眠的 就是 这个是很多 我觉得很多的这个职场人士啊 然后这个有一些留学生啊 我们大家都需要的 我想问一下 这种超值的组合 你今天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超值的价格呢 那我另外还就是想提供一点啊 就是我因为就是为大家推荐这款产品啊 我最近呢我也在试 虽然我没有失眠的困扰 但是我也想试试这款产品到底盖着身上是一种什么感觉 就是我自己自己也一直在试试这款产品 我真的是感觉我觉得女性同胞会特别喜欢那种感觉 就是你干上去的时候有一种压力 就是它不是很大的压力 但是给你一种就是被环绕的感觉 好像你就是相对母亲的环绕 对就是一种特别安全踏实的感觉 那我这我前一阵子一直就是早上呢 我就是都醒了很早 大家差不多6点5 6点钟就醒了 但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是不是这个被子的作用 我真的是就是说我这几年我都睡到8点钟才醒 就是不眠神器是不是 那我们这一盒 真的是对对 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是有失眠的 这个真的这个五星同胞男星同胞都好 真的是这个被子 好那这个是超值的大礼包有多少钱呢 就是你建议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优惠呢 给我们参加的家 我们这三款呢 三款产品呢 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是做后色的那个公司 本来在市场上我们价格就已经很优惠了 那今天呢因为这个意卖活动 我觉得也是一个真的是很有意义的呼吁活动 帮助这个医疗前线呢 这些人就是这个医护人员啊 还有就是真的是也是帮助这些老人面的这些互联 我们就是提供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 就是我们后色的价格差不多都要150多 那我们今天给意卖会一个特优的价格 三件套只有100块钱 哇三件套只有100 三件套加起来是100块钱 对啊真的是 这个必须要买 还买吗 动手动手动手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失眠的 失眠的那个真的是很严好的 现在刚刚Tina说的 来接下来有我的 稍微给大家介绍Sky 对刚刚Tina说这个有被环绕的感觉 我就一下想到了我们这个 Green Spark Boutique的CEO Sky 我见到两位美女Tina和Sky 我真的就想说话温温柔柔的 你觉得很温柔 你好你好 那是因为遇见了你们脑 所以我才比较温柔 那么我们来现在介绍一下 咱们这个Green Spark Boutique 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我看到了咱们的产品图片 是两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丝巾 对 我来介绍一下 我为大家带来两条丝巾 是我们春夏卖的 就是最好的最流行的两条丝巾 一条是 是这种蓝色的 然后是正方形的 然后一条是粉色的 然后花形是山茶花 这个是很高雅 很漂亮的感觉 对 然后呢 就简单介绍一下吧 我自己为什么开这店 就是我有一个丝巾情节 就是每次出门呢 搭不同的丝巾 因为你可以穿的很简单 但是配这条丝巾呢 就是有一种 怎么说提升气质吧 还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哇 我们的Sky真的是跟她的这个丝巾一样的 一样的温柔 有没有这种感觉 是的 我有一个小问题啊 不管我怎么知道 我相信这个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应该也会非常好奇 因为就我妈妈也很喜欢丝巾 然后是妈妈也很喜欢 就是简单的 不做反应 不适合年轻女孩 但我现在也觉得 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孩 就是在带这个丝巾 而且能带得很漂亮 只不过从喜护的角度来讲 我总觉得就是好像很难喜护 我丝巾很珍贵的感觉 有没有什么可以在家洗护的方法 分享给我们呢 私心主要建议就是用干洗 如果不想拿出去 到专业的干洗店呢 可以自己在家用一些 比如说洗发水 就比较柔和的一些洗涤机来洗 千万不要用一些洗衣液 那些很strong的就会整个毁掉了 怪不得 那你的这个店开了有多长时间呢 我这店它开了大概三年了 然后呢 夏天会卖一些薄一点的丝巾啊 然后冬天呢 主要是卖羊毛和羊绒的围巾 那咱们今天带来的这个 易卖的产品原价是多少 原价是一百和九十 然后今天我会给大家 很好的优惠 一条是六十块钱 一条是五十块钱 那一共加起来就是一百一十家园 好了 因为这组CEO太美丽了 他们的产品就是美丽居家精品组合 而且价钱都非常的合适 Tina的产品是一百家园 Sky的这个两个丝巾加起来是一百一十家园 所以多伦多李佳琪放话了 请观众我们赶紧 我的已经卖掉了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再见 拜拜 好 那么感谢两位嘉宾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连线我们的下一位嘉宾 刚刚应该是感谢两位CEO 嘴飘了 我的老板会把我今天晚上的鸡腿也取掉呢 他会给你再多一个鸡腿的 欢迎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应该是我们的凯文欧阳会长 欧阳会长你好 欢迎订阅 谢谢大家 Plein 我很好的 我们超越来越来越前面 我们做这个第一次 晚上 WeChat Fundraising Wi cheer Hong 听 我们也很高兴 我们愿意看 我们愿意 如何知道 政府的观众 你有什么 Tutaj 是否 аю 谢谢 WeWorking Women for your incredible initiative this is such a wonderful initiative to first of all recognize our frontline workers to support Yi Hong to support all of the people who are working so hard right now to make a positive difference we are in this fight against COVID together and we need to continue to support our community so government can't do it alone it's through the help of community and through initiatives like this that we can make a real positive difference and help each other through this very difficult time thank you in terms of the government perspective I think government really did a lot for us like many of my friends who's around me or people I know like they could apply for the CERB and also I know a lot of medium-sized or small-sized business owner that governments have their own policies to help the companies like that and yeah and this is pandemic and I believe there is a bright future in the on the way coming to us and we're united together again thank you so much being here today with us and thank you yeah we appreciate a lot what you just said to us thank you so much and and I hope everybody stays safe continue to physically distance and show appreciation continue to say thank you to our frontline care workers to all the people in our long-term care centers we know from our public health officer just over a week ago she talked about how seniors in our long-term care centers are the ones that are suffering the most and they represent about half of the deaths due to COVID so we really need to stick stay strong support everybody working to fight this disease and I know that together we will make a positive difference and of course our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rough the programs that we have and it's with everybody's support that we can make make COVID go away and flatten the curve thank you very well said and thank you so thank you so much stay healthy stay strong and have a great night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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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呢 有请我们下一位 ACCE的会长 Kevin Kevin已经连线了吗 我们现在正在连线中 Kevin 欧阳会长 哦 我看他已经上来了 Kevin Kevin您好 Kevin hello Kevin 哇 我刚刚得到后台的一条消息 咱们的时间已经卖出去了 哇 真的是 我们的两副毛笔自己 已经卖出去了 真的是很棒哦 嗨 嗨 Kevin 你好 can you open your mic 声音 mute 出掉了 OK 嘿 hello hello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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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会场 你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直播的这些观众朋友们讲的吗 OK I'm going to speak in English if it's all right with you guys ladie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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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to first thank we work with women and you know Scarborough York Region from the Chi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 for hosting this I want to say that Elderlies in Canada has been a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group for in the COVID-19 situation and even prior to COVID-19 we felt like that some times this group has been less prioritized in our typical forward looking society, right? so fortunately you know in Chinese culture one precious part about us is that we do our value system do remember and value those who have took care of us you know in the past so as everyone knows that during this pandemic seniors are the number one most hard hit group for as the COVID-19 death rate I think the amount seniors elders are probably many times higher than the rest of the population I think somewhere along the line I read that their you know the motility rate death rate is like 13% in seniors over 80 whereas the death rate within the 50 year old demographic is only 1.3% something like that so it's very very different so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I want to say something about Yihong they have been doing a lot of good work as a leader in providing the wide range of world-class services senior care services to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people to date I think they're the largest non-profit nursing home in the country their quality of life they provide to the residents and seniors is very high and that also means that the seniors are living out there later years with really high dignity so I'm sure a lot of us and our families and friends might have benefited by their service and the care they provide so I personly have got to know Dr. Joseph Wang and Yi Hong for almost 30 years now and have been inspired by the mission ever since and they're selfless devoting themselves to the most vulnerable group day in and day out so please do what you can to support and there has never been a better time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and thank you and I hope everyone is well and safe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s so much for your kevin and thanks so mush thank you 就是呃我想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就是这一次我们女世界啊以及就是一康周星举办的这个活动呢呃已经卖出去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这个呃商品然后已经抄击不分善款如果大家对你想这个商品下单的话一定一定要点击我们屏幕下方的链接去购买哦 好的我们回来了 我一直在暗中观察 我一直在暗中观察 拜拜 之计 百战百胜嘛 哈哈 太晚了我告诉你 你们要加油了哦 哈哈 你放心你就等着吧 哈哈 好的我们下一组嘉宾呢是我们的美丽动人组 我们两位CEO呢分别是威威猴跟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威威 的CEO以及我们的李琳我们Lin Dance舞蹈舞动之星舞蹈学校的校长欢迎两位美女CEO 大家好 大家好 Vivi呢是我们中国插花花艺协会的终极讲师熟知中国传统插花以及装置艺术有十年的国画基础而且她的作品飞天静花园等等都展览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美术馆是不是真的很厉害 真的太厉害了 我第一次更正一下就只有一个作品是展览过那个飞天使展览过安大略美术馆 另外一个是Royal York的Fairmont酒店 好的好的我真的是见到我们的活体艺术家非常非常的激动 然后我们今天的意外产品呢是五次五次有中式传统插花的体验课每次时长长达两个小时 价值呢我们的意外价格仅仅是599加币啊大家赶紧去想啊 而且我们要说一下啊这次意外的课程完全不是我们以往的沙龙兴致而是一次全面的循序渐进的插花课程真的是太棒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中式插花 然后因为之前一直我自己也是很喜欢花嘛 然后等到大概在三四年之前我接触到中式插花 然后我才感受到了这才是我们中国人的花艺 所以我一直也致力于在加拿大本地传播这种中式插花的这种美 就是艺术的美 然后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到 然后过来一起学习去传播中国文化 好的好的 我有我有去翻过那个VV的朋友圈啊 我又暗中观察过你的朋友圈 我拷了好多作品真的是好好看 感觉那个花已经越燃越燃我的手机屏幕之上了 真的非常的动态也动感 好的 非常感谢我们VV带来的美丽插花课程 对对对 而且再补充一句 VV的因此也有非常非常多优质非常好看的作品 大家也可以去关注 现在就关注 非常美丽的插花课 我们来介绍第二位CEO 活力满满的Lin Dance 舞动之星舞蹈学校校长李林 她的意卖的产品呢有两份 第一份是Attack it to 木兰兽 木兰兽是一个原创励志梦幻舞台剧 木兰取自于花木兰的 就是花木兰的木兰 2020年至2021年的演出票 而且非常好的是 她可以任意的选择出场次序 还有演出 还有就是这个演出时间 价值是500加币 第二份礼物呢 是非常适合于大人和小孩的 它是一个Dance Class 不限五种 而且不限年龄层 可以网课也可以 也可以线下首课 所以很多人在家里 疫情的时候 就可以去报我们Lin Dance的课程 那下面的时间呢 我也是交给我们的李林校长 您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好的 大家好 我是Lin Dance舞动之星 舞蹈学校的李林 也是麦莫兰的总导演 这次非常的高兴能 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活动 其实我觉得我们不用说是卖 义卖产品吧 我觉得我们是在做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美 我们的爱 我们非常的高兴我每次 从我建校开始 我就跟孩子们说 我们要创造美 我们要干嘛 传递爱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 今天我们要 第一个产品呢 是我们学校的课程 刚才主持人也说了 可以大人小孩都可以 因为我们有两个校区 有几百学生 然后有不同的舞种 芭蕾 还有是中国舞都有 我们学校也是北京舞蹈学院 加拿大的承办单位 也是国际舞蹈节的承办单位 同时也是木兰的演出单位 很多人一刷之后 还去看了第二场 而且我听说 好像男孩子也特别特别喜欢 这种舞台 对对对 男孩子也特别特别喜欢 这个舞 是的 我们的这个麦木兰 去年原创的 演了两轮 有四场 非常高兴 有很多的 不管是男孩女孩 还有是 不管是西人背景的 还是华裔的 都喜欢 不管是大人或小孩 所以我觉得这个剧 是非常的适合 家庭去观看 最重要的话 我们要用这个剧来传达 一种木兰精神 尤其在现在这个抗议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更加需要 木兰的什么呀 善良 善良 他的勇敢 他的智慧 他的笑 对了 他的美 对 我们和宜康也是一直有一个 港带圈是吧 对 我们跟宜康其实是还是 挺有缘缘的 我们从开始 建校开始 就有一个 我跟孩子们说 每年必须去 宜康老人院去慰问 每年要传递这种爱 所以我每年 现在已经建校六年了 差不多有近二十场 像我们大年初一今年 我们就去参加他们农业 给老人们表演了我们的太平国舞太平 就希望我们所有的老人们 我们大家都能够健康平安 是的 Vivi的插花呢 就像花朵在舞蹈 和李林学校 李林舞蹈学校的这个不谋而合 就是花的舞蹈和人的舞蹈 都给我们去产生爱 也传定爱 是的 给大家美的享受 好的 由于时间的原因呢 我们的感谢就是 感谢Vivi Flower Boutique的 DOVivi和Lin Dance舞蹈学校的校长 李林到场支持 我看见后台 那个小助手已经提示我 李林的这个 意卖产品已经卖出去了 哇塞 这真的好坏 实际的已经卖出去了 好的 感谢支持 感谢支持 支持这个花朵 小李送给大家 好的 好的 谢谢李林 好 然后再跟直播间的朋友们说一下 我们是红队 我们正在跟蓝队PK 大家喜欢Vivi的花 请赶紧下单 也希望多支持我们红队 然后我们一起多捐欠爱心 给这一场疫情 给我们的老人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Vivi 谢谢Vivi 那我们要邀请下一组的嘉宾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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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一组嘉宾啊 也是非常非常的年少有为啊 这组嘉宾呢 是我们的有求必应组 是我们来自 Offer Master 留学申请顾问 Jennifer Liu 和来自16街牙医诊所的 Cassie 小月 欢迎你们 欢迎 小月可以露一下自己的庐山之面目 看见了 哈喽 哈喽 好美丽 好漂亮 好美丽 我们Offer Master的Jennifer Liu呢 真可谓是年少有为 已经帮助我们近百名学生 成功申请到了理想的院校 包括名校的研究生 以及名校的本科Offer 那么今天呢 我们Jennifer参加意外的产品 是价值300加币的 免费咨询的名额三名 如果一个人拍下的话呢 也可以替换成三个小时的 专属个人择校建议 那么Jennifer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的意外产品吗 嗯 可以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Offer Master的Jennifer 然后非常开心 今天可以来参加 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那我们Offer Master呢 是专业做留学申请的团队 然后我们的业务 其实有分为高中生本科 以及本科生硕士 所以我们今天一卖的 这个三个一对一的咨询 其实是适用于 任何一种业务的 无论你是生本科的 还是生硕士的都可以 然后除了这个咨询之外 我们还会给到你们一份 专属的个人的择校建议书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我们的Jennifer 下面这位CEO呢 在我们多伦多知名度非常之高 对 颜色非常高的知名度 小月姐姐小月牙医 大家有牙齿上的问题呢 都可以去找我们的小月 直播间里的就是我们的 Kathy小月医生 哈喽大家好 哈喽你好 小月姐姐姐 我们下来的一个义卖产品呢 是Philips Home In Office In Office Whitening 市面上最好的牙医美白项目 就是让我们的牙齿变得 咛咛咛咛 的价值是500块钱 现在一卖活动仅仅360块钱 那小月 自己来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英文学 Cathy叫我新赵 赵小月 很多人都叫我小月牙医 可能因为这个名字比较好记啊 我自己比较小来这边 然后在多伦多读书 然后去了波士顿的 Tuff Center School读书 然后回来了以后的话呢 就在多伦多职业 然后现在开了两家诊所 一家在Markham 一家在Richmond Hill 我们小月真的是学霸呀 以及我们的Jennifer 是两位学霸呀 像我呢 我就是一个学霸 我是学霸 是的 我们小月是波士顿塔夫斯大学 牙医毕业 这个大学呢 被称为New Every School 多么的厉害 是牙科顶级的学校 是比哈佛还要好的牙医学院哦 而且我们这边也是年少有为 已经帮助一百多位学生 申请到了理想的院校 真是学霸组合 真是太厉害了 然后呢 正好今天这两位搭档 也非常有意思 就是申请学校 对我们学生和家长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问题 所以就是小月和Jennifer 真的是有求并应足啊 就是家长 家长被孩子气到 有学校问题 去找Jennifer 去到牙城找小月是吗 是的 如果现在疫情期间不能看牙 不能去诊所的话 小月这边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吗 现在疫情期间呢 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牙医诊所可以正常开门 所以现在的话呢 只能看急诊 然后按照安省牙医协会的规定呢 现在的急诊要求就非常严格 所以的话呢 就只有三种情况 才能算作急诊 一种是河面的创伤 就是你受伤了 唇破了或者牙齿断掉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第二个就是受了感染 那你脸肿啊 然后呢 有吸菌发炎了 第三个就是牙齿 很特别疼痛 普通药物不能控制的牙疼 那可以找我们诊所呢 我们会先进行电话的辅导 然后一定要过来 我们才会当面就诊 然后尽量帮大家解决一下 好的 非常感谢我们有求并应足 Jennifer和我们凯西小月牙 谢谢 道上支持 谢谢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赶紧点击链接 参与Email 要不然真的是瞬间就抢空了 我们之前拍的已经完全都抢空了 大家快快下单 快快下单 然后大家别忘了 我们还在PK 所以大家要多支持Jennifer和小月 谢谢你们 大家加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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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下一位呢 是我们两位重磅嘉宾即将入场 是谁呢 我们第一位嘉宾呢 是我们加拿大安省议员 我们的柯文斌先生 我们欢迎柯文斌先生入场 欢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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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柯先生 我们现在的直播间呢 是女世界联合华商会进行的 一款慈善意卖活动 以及捐款直播 你有什么要跟女世界的观众朋友们说的吗 好 首先呢 那个谢谢你们的邀请 然后要感谢这个我们 Scarboard的华商会 还有约客区的华商会联合请办 就是这个线上的执款合动 真的很感谢你们 因为那个我从海报里面看到 有几十个的这个单位都一直 就是参加进来这个这个合动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这次这个新冠病毒呢 真的是百年不易 然后全世界都都在一起在努力 在在那个 是的 抗议 然后那个我们也看到 就是这个包括联邦 包括省各个省啊 就是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然后福泰省上也在天天在这个 在update这个我们安省的这个情况 那真的很高兴看到我们这个 这个期限呢 就是慢慢的就是压平就有点好转 但是这里呢 就是要归功于我们所有的 就是我们奋斗到前线的 这些医生父使 他们冒着身份危险 然后来那个 来那个保护我们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所有的安省人 就是都很 很很好的那个 就是按照这个这个政府的 这些规定来来来来实行嘛 没事的就大家家里 哪里有事呢 出去戴口罩啊 然后呢就保持这个社交距离 所以呢就是保证这个感染的年数 能能能能能能要到最低嘛 那么就是比较遗憾的就是 就是我们看到了呢这个 这个老人一样呢 这次是一个重灾期 目前有200多个议案爆发 所以呢真的要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这次就是为这个 这个移康这个扯款 好好那个安心就是享受他们晚年的时候 可惜呢就是因为年纪大了 他那个那个那个这个 这个什么这个抵抗力呢 那是免疫力也是稍微有下降 那么这个就是对新冠病毒呢 就是抵抗就没有像一般年轻人那么强 所以你们今天晚上做的这个活动呢 意义特别显得更加重要 因为我知道你们所有的扯款活动 都是要将给医康的那个养老院的那个医生 是吧 所以我现在衷心的感谢你们 然后那个也向你们表示那个致敬 当然我借这个机会 表那个安省政府呢 建议对你们的努力 对你们的组织 对你们的付出 表示衷心的感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我们的科学人生到场支持我们 也感谢我们女世界 以及华商会所有的CEO嘉宾 以及观众朋友们 感谢你们的爱心和你们的善快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 那我们可以欢迎我们下一位嘉宾入场 拜拜 谢谢 拜拜 那我退出来 好的好的谢谢您 好的 好那我们连线下一位嘉宾 下一位嘉宾呢 是Daniel Account Director Chinese Market Segment 还有Telus Business的主管 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帅气的小哥哥 我很得心期待这位嘉宾耶 我特别期待看到他 你要hold住自己啊 不要太激动 好的我们的Daniel正在进入我们的直播间 嗨Daniel 你上来了吗 我上来了 你是不是被我们说怕了 不敢露出了自己的帅气的面庞 稍等一下 我调整一下我这边的 好的好的 不用怕 不用害怕Michelle Manny Manny你这样说就不对了 好吧 出来了 我们帅气的小哥哥Daniel已经入场了 大家好 你好Daniel 你有什么需要跟我们女世界的观众朋友们分享的吗 Absolutely 我非常激动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那么各位女世界的新老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Telus颜柯中小型企业部门 华人市场总监Daniel 那么非常荣幸的代表公司支持咱们女世界这一次大型线上的筹款活动 那我自己本身的作为女世界的老朋友 我想在此刻非常非常的特别的感谢咱们女世界的两位创始人 Sherry姐和华姐 感谢你们搭建了这个平台 把大家的爱心汇聚到了一起 一同帮助受疫情影响的咱们宜康的老人们 那作为加拿大最大最快的移动网络公司呢 那么Telus颜柯从这次疫情爆发之初 我们就密切地关注这次疫情 并且竭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来帮助受疫情影响的人们 那就拿我们自己中小型企业部门来说 我们是率先第一个推出了和几个重大的疫情国之间的 零漫游废服务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为现有的受到疫情直接影响的中小型企业 为他们提供一些灵活的支付方案等等 那今晚呢我们除了直接支持现场的咱们的这个在线的嘉宾以外 同时也为加拿大所有的华人中小型企业 特制了一份包含有手机 云层电话 ADT安防服务等在内的一个大礼包套餐 头三个月呢我们为大家免除一切的费用 在保证我们一切服务质量造就的同时呢 我们是为大家能够尽量地为大家缓解压力 那具体的信息呢我希望留到会后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跟我联系 那我这边承诺我和我的团队一定会像以前一样 一如既往的好好的服务大家 那最后的最后 我真心的希望今天所有的参与咱们这一次 线上一脉的朋友们能够伸出自己的双手 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 那么我个人呢也祝咱们这次活动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Daniel 太棒了 感谢Daniel 手机和其他的东西 凑上一个大笔包的时候 我瞬间眼睛叮子就亮了 感觉是颜值与实力并存呀 我们的Daniel 非常感谢Daniel 感谢 感谢 好的 好 拜拜 拜拜 我看到我们蓝队已经上场了 对 我们已经做不及的要把你们按在地上摩擦了 摩擦 好的 我要下去就我要去造个型了 你们先慢慢聊 好的 好的 拜拜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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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红队是已经走完了吗 现在 对啊 只剩我们蓝队了 啊 最终的 真是着 谢谢好 谢谢好 下面呢是迎来了 下面迎来了我们动静总相宜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一共有两位CEO 那么先由Judy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第一位CEO 然后我来介绍第二位 好的 好的 首先呢我来介绍第一位CEO呢 是我们胡眼诗人生的CEO Jennifer Jennifer你好 你好Judy 你好 哇今天真的是超级漂亮啊 我们今天来的全都是美女CEO 既有美貌又有才华 然后啊我听说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啊 就是人生职场教练对吗 对的 对的 就是包含有多少次课呢 我觉得真的是你小学学游泳需要教练 然后你长大找工作需要教练 然后的话你在面对人生的困难的时候也需要教练 那我们Jennifer学姐就是是怎么样就是想到要办这么样一个公司呢 因为我学的那个教练是叫NLP神经语言程序学 NLP是那个使用心理学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别人说如果是纳米技术是物理学的那个飞跃 那NLP神经语言程序学是使用心理学的一次非常大的飞跃 所以我想通过NLP这种那个改变思维 然后改变思维的通过潜意识来帮助大家 可以获得更正面的更积极的更阳光的人生 可以把幸福感提的满提的很高 然后会那个变得更加优秀 我想把这些满满的正能量都带给我的所有的客人 还有我的朋友还有我家人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特别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疫情期间 大家可能都会面临到就是生活上的压力啊 生存上的压力啊包括找工作方面的压力啊 真的是很需要很需要这个人生的这个教练 然后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人生职场教练 就是说是怎么样一个package呢 我今天offer的是四次人生职场教练 一对一的辅导一次是60分钟 对然后价值是380 哇真的是超值啊超值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十次的这个教练的这个辅导内容 除了职场还有什么心理方面的吗 对有心理就是NLP是可以针对是实用心理学嘛 是可以针对那个减轻焦虑 然后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 然后就是把那个负面情绪变得就是更正面 就是自己更positive然后更有自信 然后对更平和 哇真的是超值啊 我觉得我们小叔叔已经开始开始在放我们这个链接来 大家要点她点她 点她点她点她 朱丁你知道吗 Jennifer是我的学姐 我知道哎 我知道哎 这是让我特别就是proud的事情 因为就是在在加拿大就是你在你的学校认识很多校友 然后有的人会有很多很特殊的经历 就是she is the one that I would love to be in the future 我的学姐呢她有这个商科背景 还有法律背景 然后现在又在做这个life coaching 就是有很多这种交叉学课的帮助 然后又带了这么好的一个产品 来到我们此次一卖的现场 重点是学姐还offer了一个优惠给我们 然后所以就希望大家赶紧去抢购这款产品 然后还是嘱咐一下我的同事 珍珍记得要把学姐的产品的图片二维码发到这个直播间里来哦 如果没有发的话你别说鸡腿了 你连两口水都喝不到 好的谢谢我们的Jennifer 然后下一组呢是Max Fitness 有我的搭档Sophie来给大家介绍 好那么下面欢迎我们Max Fitness的CEO孟希 孟希在 太棒了又见到了这个本尊是这个国家运动员冠军的这个maker 管的叫champing makerCEO孟希 真是太棒了 孟希那今天在此次义卖活动的现场 您给观众朋友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一个我Max Fitness的最畅销的一个产品 它是我们单次的一个给客户制定一对一的运动计划和饮食计划的一个一对一的咨询 然后很多女孩其实我遇到过很多女孩 他们就苦恼说减肥是不是一定要很痛苦 是不是一定要跑步要上跑步期 是不是一定要吃水煮的鸡胸肉和西兰花 是不是就是要过苦行色一样的生活才能瘦下来 这其实不是的 然后在Max Fitness这套训练系统和营养理念里面呢 我们都主张大家去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去减肥 然后只吃自己喜欢的食物去调整自己的饮食 然后把减肥做成一些不知不觉 就可以完成了一件很快乐非常fulfilling的事情 然后这个呢也是这次咨询 想帮大家做到的一个目标和达到的一个状态 哎 孟希 那这次你带来的这个 我可以叫它私人定制的这样的一个package 那价值是多少呢 这个我们价值是600刀 那之前的原价是多少呢 原价是在750刀左右 真的是很超值啊 真的是很超值一个大尾包 然后点它点它 我们的小猪熊应该把链接放上去了 可以给我们这么漂亮的美女教练一起来锻炼 然后实现瘦身走上人生巅峰 真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啊 谢谢我们的两位美女的主 这个嘉宾 然后我们接下来会邀请另外两组的这个嘉宾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好 那么下面我们要再连线 接下来的嘉宾 也是我们接下来蓝队的最后一组CEO 是我们的两位CEO 那么先会由朱迪来介绍我们的蓝队的第一位CEO 哈喽蒙的老师你好 你好 你能看到我吗 我能看到你 挺好的 然后呢 我真的是在多了多910的大名啊 因为我看过您的秀 谢谢谢谢 对对 然后今天呢 你带给我们一个超值的大礼包 然后是包含哪些产品呢 那我们今天呢 带来的是我们的remote的艺术云课堂的一个少儿课程的大礼包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课程呢 我们是秉承着学院派的培训体系 因为我们每一门课程的学科带头人呢 都是现在或者是曾经是在大学里面任教的 那这个课程呢 它一共现在呢 税后是一个135块6毛钱 对 然后它里面呢 包含三门课 然后呢 一个就是我们开的比较久的少儿模特的课程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针对海外的孩子 专门研发的一个 将中文教学跟播音主持合在一起的一门语言艺术的课程 然后第三个呢 是帮助孩子去发现美 然后去提升孩子的美商的创造力的 一个抽象思维与艺术感知的课程 然后这三个课程呢 它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呢 去发现孩子的潜在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天分 然后去看看孩子 他到底是在哪个方面更感兴趣一些 对 我觉得你们的孩子应该都是已经在了这个气质上面 Sophie啊你有没有听到这个介绍的话 你有没有很想抱人说我早十年我就去了 当然了 现在我也很希望啊 就我希望在私下能有一个机会跟莫娜老师 就是有一个联系 我非常喜欢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培训 就我觉得就看秀啊 还有我因为我看过莫娜老师的一些作品 我当时就被震撼了 因为有那个高级感在里面 就觉得好不一样啊 高贵冷艳是不是 高贵冷艳感 是的 所以有机会莫娜老师 我希望能跟你就是有一个私下的联系 当然是在咱们疫情结束之后 好的好的 对来 然后买我们的这个下屏幕的链接 然后就买它买它 买它买它 珍珍记得发图片哦 记得发莫娜老师的产品图片哦 我稍微说一句 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发那个产品的时候 因为我写了时间 但是呢 如果大家觉得时间不合适的话 也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这些课呢 它都是每周都在持续的开的 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客服 然后随时约时间也没有关系的 太好了 这个真的是莫娜老师想的非常全面和周到 好 那个我们的小猪手 珍珍你要记下来哦 如果莫娜老师说的话没有记下来 你还是没有鸡腿吃哦 珍珍好惨哦 好 谢谢莫娜老师 那么今天我们还请来了另外一位CEO 是One Healing Space治愈系 空间心理咨询的CEO CINDY CINDY你在吗 嗨 大家好 能看到我吗 可以可以可以 温温柔柔的我们又见面了 非常感谢你参与到我们这次的这个为一康中心的在线一卖的活动当中去 那这次您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 可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嗯对 这款产品呢 它是从硅谷的就是科技公司 然后寄到多文多来的 也是全加拿大唯一一款 这一款呢 是萃取的CBD Oil 然后它是一个就是膳食补充剂 像我知道 可能听众也有很多CEO 或者说平时在工作的人会容易压力大 然后睡眠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只要在睡觉之前 滴一滴 放在自己的舌头底下 然后基本上半个小时就可以 安然入睡 然后因为这个是最新的科技 所以说像这一瓶的话 它基本上可以让你 就是用到半年或者是一年的时间 对 太棒了 我觉得现在在这样的一个 亿亚健康的环境当中 很多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睡眠质量不好啊 压力也很大啊 如果这样的问题 不能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的话 我觉得对 就是对我们日常开展 一个高效的生活方式 会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所以 感谢先帝 那么这个产品 今天的销售价值是多少呢 今天的销售价值 这一款的话 是120加币 然后它已经被买掉了 我听说 对 已经我们的后台消息了 但是今天还是发一下图片 你们不发图片 你会没有G腿哦 我觉得大家今天都特别踊跃 因为想要为那个易康 还有这个前线的事业 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对 是的 谢谢我们两位CEO 谢谢我们两位CEO 拜拜 拜拜 谢谢由于时间的关系 拜拜 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我们做的这个事情 突然之间会让我泪目 被易康中心捐了 就是做这个长者服务 我们所筹集到的善款 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而且会让我觉得身为一个华人 特别特别的自豪 你要笑了吗 要不要用一个绳子先把你绑住 等一会儿我们主持人在飘 好了我们我们先迎来下一位嘉宾 我们稍微 瑞贝卡 你好 接下来我们迎来的是我们RBC的VP 瑞贝卡 瑞贝卡你可以听到我们吗 可以啊 你听得见吗 听得见 非常感谢您今天晚上的时间 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在场的CEO 跟我们的直播现场的观众说的吗 好的 各位首先晚上好 首先我希望您和你的家人都在这个新冠肺炎 肝囊的时期保持健康这个是最重要 COVID-19呢 无疑是对工作 金制 财务各种各样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有些人也为此失去了生命 但是我看见是这场大范围的流行病呢 当然带来了几大的挑战 但是呢也展现了人类最美好的一面 我看见了同情 善良 还有团结 尤其是在我们华人社区 我每天都听见了 看见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从武汉的咖啡馆 每天为医疗人员 低送咖啡跟母餐 到现在的全世界的华人 都通过专政啊 制造医疗物资 还有做Rollantir 为自治的社区来付出一份力 当然这也包括今天晚上 女世界为以康老人员筹款 我非常感谢女世界的华人 还有Sherry 还有你们各位 就是为我们华人社区 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 我也很荣幸代表RBC 来支持今天晚上的fundraising 加拿大王大银行呢 与华裔的加拿大人 都有着很深厚的业务 还有个人的联系 在COVID-19不断的发展呢 RBC也是借尽所能 在这个困难的时期 为客户 还有为社区提供支持 帮助大家 共度难关 除了我们通过很多 客户的 助记计划 还有帮助我们的客户 去了解并申请各种政府的制作以外呢 我们肯定会很快地度过 希望大家保持身体健康 心情愉快 也希望今天晚上的fundraising 非常非常成功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Rebecca 谢谢你 谢谢 非常感谢我们的Rebecca 我们这次活动呢 会就是有很多的CEO加入 然后也有这个我们的嘉宾和赞助商 那么今天呢 我还要特别提到一位我们的这个 就是刚刚已经被卖掉的嘉宾是吗 是TELUS的中国市场部总监 那感谢感谢Rebecca 谢谢 谢谢 那么在这里我要宣布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我刚刚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那就是我们的抽奖活动 那这个抽奖活动的这个奖品是Mumoso的 两张的礼品卡 那参与到这个抽奖活动当中呢 也非常的简单 容易 就是看你们的这个手机 直播间 可以看到吗 突然间觉得多伦多李佳琪好专业哦 上面有三个小点点 请大家点击一下 然后就会跳转到一个分享到朋友圈的页面 然后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链接生成 然后请大家务必保留这个24小时 然后集赞 谁集的赞多 谁就得到这个奖品 同样 如果想获得这个奖品 需要联系我们的Shirley 那Shirley的二维码是多少呢 那就要由珍珍来发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 如果珍珍不发的话 珍珍你就没有鸡腿哦 好 我暂时就先说这么多 然后最后呢 在我离开之前 在我们把这个队伍交给红队之前 还要再感谢一下我们的这个华商会 就是这次活动可以成功的举办 有着华商会和女世界的联合的努力 来为我们一康中心做这样的一个捐款 我们可以把这个善款用到这个长者服务 然后再次是非常感谢 废话不多说 我要撤了 交给你们了 加油 交给你们 你们等很久了 你们快撤 快撤快撤 哦 组织前要再说一句 蓝队万歇哦 拜 哎呀 摩擦了 哎呀 哎呀 摩擦 我刚刚送走了我的Tony老师 好的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两组CEO了 是大家支持我们红队 支持我们MM豆组合 最后的机会了 为了不让我们刚刚所有的喊话被打脸 比如说被安在地上摩擦呀 然后让朱迪尝到此生未有之大败记 这种喊话打脸 希望观众朋友们点击我们的链接 大力去使我们的意卖活动 好的 下面这组嘉宾是我们的美丽生活组 是我们来自Smart Renovation的Tina Wu Tina跟大家打招呼吧 和来自CEO Cheryl 欢迎你们 我们Tina的主要是从事厨房和洗手间的设计 以及施工 一条龙服务 给客户节省很多的时间和成本 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她这次意卖的产品呢 是一次厨房或者洗手间的装修设计服务 这次意卖的价格呢 仅仅是250刀哦 那么Tina可以给大家简简单单的 介绍一下你的这个意卖产品吗 简单的介绍就可以 好的好的 很感谢通过女世界 我们可以一起出一份力 为那个颐看中心来筹款 这次我们意卖的产品就是关于厨房或者卫生间的设计 以及施工之前的指导 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帮助一起来 给这个咨询服务 这次的服务是超值的 是的 这个如果单卖咨询服务 一个小时需要多少钱呢 一个小时要根据服务的内容不一样 几十块到两百多块都有 一个小时吗 对一个小时 哇那这一次只卖250啊 曼迪这是相当大的折扣啊 对这是一个整个packing 对的感谢Tina 好那如果说Tina的产品呢 能够让我们自己的家变得特别美丽 那么Sharu的产品则是能够让我们的面孔变得非常的美丽 Sharu大家的产品呢 是两瓶风树水活鸡喷雾 还有两瓶枫叶糖浆 然后两个VIP的member card 价格仅仅为100加币 哇Sharu给我们准备了好多好多的礼品和礼物啊 为这次的意卖 而且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啊 100加币 那我当时我去查了一下 Sharu的这个产品 它是加拿大原始枫树树林的枫叶枝提取的精华 而且呢 它的这个喷雾可以去干皱 可以去干纹 还有皱纹 可以去黄气 让我们的看着更加的光彩夺目 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有上妆定妆的功效 不含矿物质100%的纯天然 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保湿 剩水啊听起来 我觉得我很需要这个呀 我家里刚刚进行了装修 然后就是已经灰头土脸 我就需要极度需要补水啊 我真需要这个东西 我要我要去买我要去买 有没有开掉的一个产品 我觉得主要是风糖还有风树啊 是加拿大的国宝之一 所以这个切入点我觉得非常好 而且特别的Chanada 对而且是纯天然的哟 是吧Sharon 是的 Sharon Sharon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了 好的 谢谢两位主持和屏幕前的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荣幸 我代表MyMoyce参加这次的意买活动 那么这次呢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个大礼包 那么里面有两只的风树 补水碰木 还有呢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风树糖浆 那么大家都知道风树糖浆里面 还有很多的 这个我们人体需要的那个微浪元素 那么它的热量呢 又比蜜糖要低 那么风树 这个风糖浆是从我们风树汁提取的 那么大家可能还不大清楚 有两个我们风树糖浆里面 我们风树汁里面最宝贵的东西 就是一个是含氛 这个氛呢 是抗氧化的 所以我们的那个风糖浆里面呢 也是有含氧的 这个风树汁很大一瓶啊 觉得比我脸都要大 有没有 真的是好实惠 那么还有最金贵的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风树汁里面 含有那个纯天然的保湿因子 大家都知道 如果是化妆品里面 含有纯天然保湿因子的呢 是非常金贵的 那么我们风树汁呢 可能大家还不是很 就是很清楚 就像我们风树汁和我们风树 就像我们加拿大人非常低调 就是说非常低调的做人 那么我们风树汁里面 这个风树汁呢 是和我们生物的细胞相似 所以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风树水呢 叫做生命之水 所以我们所有的生命呢 都是用水来滋养 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 所以呢 我们这个水 就是风树水里面的天然保湿因子呢 就可以帮我们修复补水 很容易被我们皮肤吸收 所以呢 就是 在我们 我刚才有一个后台 是非常 已经给我们留言了 说这个Sheryl的产品 已经被卖出去了 对吧 很早已经被卖出去了 就很早就已经被卖出去了 是的 是的 非常非常感谢Sheryl 也恭喜你的产品 这么顺利的就卖出去了 是的 还有一点就是我想问一下Tina Tina就是我想问一下就很多就是很多人他们可能疫情之后想要把自己的家里改造一下 那么怎么能够去获得你的公司更多的信息呢 嗯 我们有网站 直接搜索Google Smart Innovations就可以找到我们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 希望你们到公司红红火火也非常感谢你们参与我们这一次的亿卖捐款活动 为大家去掀这样的一份爱心非常非常的感激和感动 那也有我们的感谢美女CEO 好的 对 今天的关系我们的下一位已经进来了 所以非常谢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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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就欢迎我们的Tina和Sheryl退出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你们 拜拜 谢谢 我们现在迎来的是最后一位我们的美女CEO了 最后一位美女呢是来自One Art Gallery的CEO Daniel Chen Daniel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Daniel是非常有艺术才华的 他拥有一个设计研究院One Art Institute 以及一个画廊One Art Gallery作为合作的画廊 在多伦多地区呢主办展览和各种各样的活动 与艺术爱好者们分享知识和灵感 真正的使艺术成为人们的日常 那么我们今天美女Daniel带来的意外产品呢 是我们的一幅水彩画 Rich for Hope 那我们让Daniel应用一到两分钟的时间 来给观众朋友们来解读一下这份水彩画吧 好的 好的 谢谢你啊 谢谢主持人 大家晚上好 非常荣幸参加我们这个女世界的慈善募捐活动 这幅画呢 它的名字叫 Rich for the Hope 那么我在介绍这幅画以前 我想介绍一下这位画家 你们大家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 好 John呢 最著名的就是在加拿大安大略省 所以它对这个时期的理解和反馈呢 都具有很多价值的这个时代档案 因为艺术 因为艺术常常是一种描绘和记录的方式 是一种反响 是一种发言 所以这幅画呢 是它的最近的作品 而且它一般的经典作呢 它是用混合的这个材料 比如说油彩啊 比方说巨饼锡啊 包括水墨啊 包括宣纸啊 包括米纸啊 包括一些很多特殊的金属材料 但这个呢 是纯水彩画 那么这幅画实际上的市场价值呢 是一千 但是这个艺脉呢 是五百 就是五百加币这幅画 你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值啊 对对 很有收藏价值 对对 而且我觉得Daniel说的特别特别好 而且我们一个成熟的社区 根本就不能没有艺术家 和我们的这些 太对了 这一点你跟我太有共鸣了 确实是这样的 而且在现在这个时候呢 真的是希望 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东西 非常感谢捐出的衣卖品 给了我们希望 我们也希望用爱给予彼此希望 用我们的温暖来拥抱世界 谢谢Daniel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的作品 谢谢你提供的作品 嗯 好的 这里边我要直接提一下 就是我们 在金糖晚会里面有一个抽奖环节 就是说大家把我们的直播 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 保留24个小时 联系我们的顺利美女 就可以得到 由Tiles提供的 Rockway酒庄 价值150加币的 威戴尔冰酒 嗯 大家快点去转发吧 马上就可以得到这个冰酒了 好的 感谢我们以上所有的美女CEO们 下面呢 我们还要邀请我们的最后一位重量级嘉宾 那就是我们仪康中心的 Dr. Wang先生 Dr. Wang 你能听见我们吗 听到 yeah yeah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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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Now Welcome Dr. Wang Can you open your screen Your camera OK Yeah We can hear about We cannot Start video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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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right Yeah All right Yeah You hear me You hear me Right Yeah Yes Perfect OK Good Yeah This is good Yeah Dr. Wang What would you like to say to our We Working Women audience Well I'm very pleased and honored to be here to congratulate you for a wonderful amazing initiative And I'm also happy to meet many of you Such an amazing group Talented Dynamic group of working women I On behalf of Yihong Center And Young Foundation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giving us an opportunity to work together To raise money for very worthwhile project And I'm quite sure many of you know that Yihong Center is North America's largest Not for profit geriatric care center We have four centers in GTA Surfing over 26,000 seniors every year OK So it is a very nice thing to know So I think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GTA In the greater Toronto area Is very blessed For Yihong to be here And in the next several years We are embarking on a very challenging journey And that is to build three more new centers Essentially doubling Yihong's capacity To serve the seniors And we need a lot of help So we hope that We could work together with your group We working women Again in the near future To bring more benefits To the seniors That we are serving In the greater Toronto area So on behalf of the seniors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it has been a pleasure Working together with you I hope to see everybody again Sometime very very soon Thank you Thank you Dr. Wang Thank you Dr. Wang Thank you Dr. Wang 感谢 Dr. Wang的讲话 那么下面呢 我们又把以上所有参加意卖的CEO们 邀请回我们的直播间 再次和我们直播间里的观众们 打个招呼 感谢你们的参与和你们的爱心 让我们真的感觉到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world Really Great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Dr. Wang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所有的30位美女CEO 就是陆陆续续已经反场了 我们就安拓欢节 我们要欢迎他们 欢迎 欢迎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我在看着这个屏幕上的一点一点变多 我觉得我的心情就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我觉得好多人都在 所以这样的一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欢迎你们回来 非常开心你们的产品 很多95%以上全都被一卖成功了 非常非常的 Congratulations 好棒啊 好棒啊 去只能听见外界的操感 而且当那些停下来的时候呢 我们不处出处 不能感觉到 我们是地球的共同命运 命运共同体 我们都有自己的 我们每个人都和世界紧密相连 是的 虽然这次疫情产生了这个不可避免的 social disability 但是呢 却让我们每人的心和心之间走得更近 那一般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会第一时间深处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释迦宝月后区华生会和我们女世界 联合举办了这次线上的阴霸活动 那么呢 我们将会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会接受善意 也会更加去表达善意 没有人是一国孤岛 我们需要舍望相助 让我们的客人的客人的角落去相互相互 说得没错 这也是我们的世界联合诗家老约客华生会 创在这场爱心的国家老约会的中心 截止到今次全球COVID-19确诊病例 已经通过三百五人在病毒的阴影下 我们要携手变速全球的体验女性 创业女性 你来到这里 因我们所能发生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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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间 只剩10点7分 我们女世界 如得 世家宝 月色系 华生会 上级COVID-19 大群线上公立筹刊晚会 也即将走向尾声了 女世界的华生会 作为北美领先的 华人领导力平台 一定会继续发挥我们的影响力 将爱心和善意 移到世界的这个角落 今天晚会不是结束 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会一直提醒 就共同成长 通过今天晚上三个小时的直播 我们与世界和世家宝 约克区华商会 一共筹集了 超过上万家人的慈善捐款 真是很遗憾 带着这些 全国的爱心的善款 我们将全部捐献给 多伦多知名养老机构 移康中心 为抗击此次的 COVID-19疫情 贡献力量 是的 再次感谢我们全场的 30位CEO的 友情出进入 无私捐献 那么同时也感谢 所有的 政界的 还有商界的嘉宾 对我们此次 投广活动的支持和鼓励 然后还要感谢 当然了 直播间里的 每一位观众 和你们的关注 和这个爱心捐助 那感谢 同时感谢 所有志愿者的心情付出 还要感谢 几次晚会的公司 和媒体赞助商 感谢RBC Talus Ready Capital 瑞达信托基金 对本场晚会的 大力支持 最后我们要感谢 宜康中心 提供捐献的机会 感谢宜康中心 高科广的出席 是的 感谢你们的温暖 和你们的善举 让我们与世界 温暖相拥 贡献我们的力量 这次筹款晚会 虽然即将结束了 但是 这次日并没有结束 请大家持续关注 女世界后续的活动 和直播 持续团队 共度难关 共同成长 下面我宣布 女世界联合 释迦宝 约克徐华商会 抗击COVID-19 大型线上 公益筹款晚会 正式结束 感谢大家的参加 祝大家晚安 一起 请跟我一起 一样拿个手机 请跟我一起 大家一起 i work i don't work i have a world we are the ones to make a better day so they're not here there's a choice we make it we can't take it long we can't stand our place we can't stand our home OK, thank you. 多谢大家,多谢大家. 谢谢,谢谢。 晚安,晚安,谢谢大家。